第一章,灵洞,小说,五洞乾坤,作者,天蚕土豆。 嗯,当灵洞费尽所有的力气,睁开那有些沉重的眼皮时,简陋而整洁的房间,顿时出现在眼中,熟悉的一幕,让得他愣了愣,旋即连忙转头,果然是见到,在那房中,一男一女两道身影,正坐在桌旁。 爹,娘,望着那两道身影,灵洞赶忙提起精神,小声地道。 段,你醒了? 听到叫声,那女子率先转过头来,见到睁开眼的灵洞,顿时欣喜地道。 女子身着略有些朴素,年龄看上去约莫三十左右,其脸颊略显秀美,给人一种温婉柔和的感觉,而她则正是灵洞的母亲,柳妍。 学艺不经,便与人争斗,自讨苦吃。 坐在女子身旁的,是一位看上去约莫三四十左右的男子,她的身体有些单薄,眉宇间依稀可见些许灵力。 只不过,她好像有伤在身,脸庞略显苍白,将那灵力遮掩了大半,她便是灵洞的父亲,灵孝。 对于这位素来严厉的父亲,灵洞显然是有些惧怕,缩了缩脖子,旋即又有些不服气的道,谁让那些家伙在我面前骂爹是废物。 说着话时,灵洞摸了摸依旧饭疼的胸口,不由得恨恨地咬了咬牙,本来今日是灵家中的一个测试。 而她也是去小测了下,因为才开始修炼了半年多时间的缘故,所以成绩倒也只能说一般。 而对于这个,她也没太往心里去给他相同的修炼时间与条件,她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弱到哪里去。 而在测试结束,灵洞正准备打道回府时,却是遇见了几个平日关系并不好的家伙。 原本她是不想理会,但却忍不住对方的故意挑衅。 愤怒之余,年少的灵洞自然是忍不住的出手。 而结果也很明显,她直接被胖揍了一顿,还被打昏了过去。 灵洞,你给我记住了,下次不把你打成猪头,我就不信灵。 灵洞磨了磨牙,那灵洞便是此时的坐勇者,也是灵洞现在心中的头号敌人。 因为双方父亲彼此关系极为恶劣的缘故,那灵洞也是经常地找灵洞麻烦。 而这一次,也是其中之一。 狠狠地咬了咬牙,但紧接着,灵洞又是突然垂头丧气了起来, 那灵洞虽然可恶至极,但不管怎么样,现在那家伙都已经是脆体第四重了。 这个成绩,在灵家小辈中,可是相当靠前,比起他这个脆体二重的实力来说,的确是强了不少。 修炼一道,炼体为先,一切的起始,都是源于己身,人体,本就是天地间最为玄傲莫测的东西。 所谓脆体,简单来说,就是修炼身体,让得自己的身体逐渐地强化,并且最后由外至内,当体内筋骨骨髓强化到一定层次时,便是会衍生出一丝原粒种子。 指而有当人体自然出现原粒种子时,它方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一名修炼者。 脆体分九重,前三重效果并非很大,不外乎便是使得身体素质与体格变强一些。 唯有当脆体,修炼到第四重练皮时,方才会逐渐地将修炼的好处展现出来。 到了这一层次,人体皮肤,会慢慢地变得宛如牧师般坚硬,不论力气还是速度,都是会有着不小的提升。 而那灵珊,便是处于这个层次,灵动的脆体二重,显然不会是其对手。 不过两者年龄相仿,会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倒并非是什么天赋缘故。 脆体这一层次,对所谓天赋,倒并非是极其看重。 甚至可以说这层次,人人都能够修炼,但至于究竟能够炼到第几重,就得看各自的本钱与机缘了。 脆体九重,这一阶段,极为的苦累,因为只有不断地尝试肉体的极限,方才能够让得身体逐渐地强大。 不过,这种尝试极限,也是一种人体潜能的压榨。 这种压榨在事后,若是得不到补充,那么身体便是会因为劳损过度,出现损伤,到时候,不仅影响修炼,反而还将自己搞得浑身是伤,得不偿失。 因此,在脆体的过程中,便是需要各种调养滋润身体的大补灵药,方才能够继续修炼。 但是,这些药材,大多都是极为的昂贵,若家境不富裕者,还真是无法销售。 而这,便是所谓的本钱。 灵珊之所以能够超越灵动两重,不仅是比他多修炼了半年,而且最主要的,便是他有着一个掌管着灵家财政的父亲。 而反观他灵动,却是没了这等福气,没有那些灵药滋养身体,那修炼的速度,自然是远远不及前者。 房间中,听得灵动的嘀咕,灵珊放在桌上的手掌,突然紧握了一下,面色也是一尘。 一旁的柳颜健壮,连忙对着灵动使了个眼色,后者这才连忙闭嘴。 用不着与人去呈口舌之力,好好修炼,别人的嘴自然会闭上。 灵笑挥了挥手,道,柳颜,去将那猪赤餐拿给洞,有了赤餐,他的修炼应该能快一些,离足比只有半年时间了,若是再不抓紧修炼,去了也只会丢人。 笑哥,那赤餐可是你疗伤用的,文言,柳颜顿时一愣,旋即连忙道,我已是个废人,再怎么疗伤也是于事无补。 以后,我会多进山里,尽量给洞找一些灵药。 灵笑摇了摇头,自嘲一笑,道,爹不是废人,爹可曾经是灵家中除了爷爷之外的最强者。 听得灵笑这话,灵动倒是仗红着脸道,小孩子,心中最伟岸的总归是父亲,最强者。 灵笑拳头不由自主地紧握,脸庞上却是闪过深入骨髓般的痛苦之色,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有些疲惫地对着房外走去。 柳颜,给孩子熬药吧,我的伤没事,都这么多年了,一株赤餐能有何用? 望着那道带着些许颓然气息的背影,房间中的柳颜却是眼睛一红。 谁能想到,当年整个青阳镇中最意气风发的男子,如今却是会这般地落魄。 娘,不要哭,冬儿一定会努力地修炼,到时候想办法把父亲的伤之好。 灵动拉着柳颜的衣角,低声道,冬儿,不要怪你爹对你严厉,他只是将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你的身上。 你知道,这也是他唯一的期望。 柳颜低头,望着灵动那稚嫩小脸上的认真之色,轻轻抹了一把眼睛,然后摸了摸灵动的小脑袋,低声说道。 娘,我听说这次足笔前三,能够得到一种名为宁血诸狗的三品灵药。 我曾听大伯说,那对于疗伤很有效果,若是能够得到,肯定对跌跌体内的伤有所帮助。 灵动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抬起头,目光明亮地看着柳颜,道。 宁血诸狗吗? 闻言,柳颜也是一正,旋即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足笔前三,可不容易尽。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杨先去帮你把吃餐熬了吧。 说完,柳颜便是转身对着房外行去,灵家这一带的小辈中,有好几位成就不小。 灵动想要进入前三,获得那宁血诸狗,难度可不小,因此,他倒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望着柳颜离去的背影,灵动的嘴也是紧紧地抿了起来,小拳头紧握。 娘,放心吧,我一会要把那宁血诸狗得到。 那样就能治疗爹爹体内的伤。 一想到灵孝的伤势,灵动眼中突然流露出一种极深的恨意。 父亲之所以会在灵家被不少人冷嘲热讽,都是因为那个人的缘故。 灵动所在的灵家只是一个颇小的家族,即便是在这青阳镇中都是算不上顶尖。 但是,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灵家,却是拥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背景,那便是灵氏家族。 大阎王朝四大氏族之一的灵氏家族。 青阳镇的灵家,从某种角度来说,能够算是灵氏家族的一只外族。 不过对于从来未曾离开过青阳镇百里之内的灵动来说, 这个在大阎王朝拥有着令人惊悚般实力的灵氏家族太过遥远与陌生。 据灵动偶尔从父亲嘴中得知,他们这一只,其实也曾经是灵氏家族的内族。 只不过,当年灵动的爷爷因为一次任务失败,导致族中损失极大,所以被逐出内族,发配到了这青阳镇。 在这里,他建立了这个小小的灵家,并且数十年中,竭尽全力地想要再度返回灵家内族。 这个愿望,是他努力数十年的最终目标。 不过他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他所做的这些,对于庞大无比的灵氏家族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 故而,他只能将主意打到其他地方。 而这,便是灵氏家族的十年族会。 这是灵氏家族最为重要的大会,在整个大延王朝都十分地有名,十年一届,每一次大会,都是族内年轻一辈出人头地,名扬天下的最佳机会。 而大赛的诸多奖励,自然是丰厚地让人眼馋。 不过,其中最吸引灵动爷爷的地方,却是只要能够闯进大会前时,即便你是外族之人,也是会被无阻碍地升为内族之人,荣耀无限。 因此,族会,成为了灵动爷爷即将绝望之中的新的曙光。 但由于年龄的缘故,他已是无法参加。 故而,他将所有的期望,都是倾注在了五个同父异母的儿子身上。 自然地,从其中脱颖而出的灵动父亲,便是成为了爷爷以及整个灵家的曙光。 而面对着这肩上的重担,灵动的父亲,也的确是不负期望,五兄弟之中,最早突破翠体九重,进入地缘境。 而且在此后短短四年时间,再度突破地缘层次,成为了灵家之中,除了爷爷临震天之外的第二位天缘高手。 那种修炼速度,让得平日里向来不言狗笑的爷爷。 每一次见到父亲时,苍老的脸庞上都是会露出雌和欣慰的笑容。 那时候的爷爷,据说是数十年中,笑得最多的时候。 十年族会,在期待之中而来。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让灵家所有人,如出深渊。 一招! 仅仅只是一招,那被视为希望的父亲,便是惨人而败。 而且,这还是族会开始的第一场比赛。 多年的期望,多年的培育,在那短短数息之间,化为泡沫。 失败者的结局,自然是无数道异样的眼光。 而顶着那一道道积逢冷笑,一行人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地,回到了青阳镇。 那天夜里,父亲便是搬离了灵家内区,住到了灵家深处最为偏僻的一座小山上。 任何灵家的东西,从此以后,不再动用。 他说,他已经没有那种资格。 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那场失败后,带给灵笑的,不仅仅只是颓废。 在事后,他更是惨然地发现,当日与其交手的那人,不仅一掌将他击败。 而且还未曾有丝毫留守,近乎野兽般的狂暴原力,将其体内摧残得一塌糊涂。 在这等重伤下,灵笑天元级别的实力直接跌落,落回地元级。 而且,重伤淤积,体内经脉被堵了十之七八。 无论他再如何修炼,都是难以寸净。 家族中,往日的那些敬畏目光,也是逐渐地演变成叹息,失望。 面对着这重重的灾难,灵笑,终于是绝望。 每当醉酒时,都是会疯狂地垂着胸膛,那低沉如闷雷般的声响,让得一旁的母亲,心疼得直抹泪。 而虽然灵动年少,但见到这一幕,心中依然如同刀角。 同时,幼小的心中,对于那将父亲打伤成这般模样的人,也是悄悄地衍生出一丝丝恨意。 他,毁了父亲,也毁了他的家。 至于那位始作俑者,在后来,灵动在偶然间,听大伯等人,带着怨恨与无力的语气提起过。 十岁修炼,十二岁突破翠体九重进入地缘境,十五岁进天缘境,二十岁,体内元气阴阳交态,最终成功化丹, 李渔月龙门,一举成为大阎王朝屈指可数的,在三十岁之前,结成元丹的强者。 他的一生,简直就是种种传奇所著。 他的名字,叫做琳琅天。 房间中,灵动拳头紧握,眼中,有着浓郁恨意闪动。 本章完 第二章,通背拳 小说,五栋乾坤 作者,天蚕土豆 清晨,大雾拢照着这座僻静的山峰,白蒙蒙的,让人的视线,都是变得模糊了起来。 呼呼 在山顶后山的一片密林之中,突然间有着一种极为激烈的喘息声传出,视线拉近,只见得在那林间的一处空地上,一道短小的身影,双手正挂在一根粗壮的树干上, 小小的身体,借助着手臂的拉扯之力,不断地上下起伏着,而且在起伏间,她的身体呈现一个有些怪异的姿势,这种姿势,更是让得浑身的肌肉,都是一起地运动了起来。 另外,在她的手臂以及脚腕处,还吊着几坨黑沉沉的铁块,汗水从衣服中滴出,将铁块也是沾染得湿答答的。 这小小的身影,自然便是灵动,她的童年,并未过得有多么的大富大贵,而且严厉的父亲,也是教会了她修炼之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毅力以及勤奋,这些东西,是她与那些拥有着良好本钱的同辈之人,竞争的唯一条件。 汗水滴入眼中,色痛的感觉,让得灵动紧咬着牙关,她能够感觉到,那经过高度的劳累之后,浑身肌肉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酸麻与疲惫。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是会选择休息,但她父亲却是告诉她,唯有在这种时候,方才能够突破极限,所以,一定要坚持。 绝不能放松,为了那半年后的足笔,她必须拼命地修炼,接近极限的感觉,让得人头晕目眩,不过伴随着灵动的咬牙坚持,突然间,有着一丝丝奇异的热力,从其体内涌现。 这些热力一出现,灵动的精神顿时一阵,是赤餐的要脸。 数日之前,蜡猪本来是用来给灵孝治疗伤势的赤餐,在她执意之下,最终是被禁术送进了灵动的体内。 不得不说,这种灵药,对于处于脆体期的灵动来说,效果太大,短短数日的修炼,但灵动却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的身体,比起数日之前,至少是强上了一倍,那种体格的变强,她也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当然,赤餐的要力,对于灵动效果其好,但那种要力,毕竟不是无穷无尽,这赤餐再怎么说,也仅仅只是一品灵药而已。 因此,赤餐的要力,在发挥了五日时间后,便是逐渐地散去。 不过这种散去,并非是彻底地消失,灵动的身体,上海,只是被初步强化,自然不可能毫不浪费地,将要力完全吸收,因此一些要力,会沉淀在她的身体深处。 但这种沉淀,在当灵动的身体,达到极度饥渴时,也终于是被压榨而出,最后被灵动体内那近乎恶鬼般的肌肉筋骨,贪婪地尽数吞噬。 一丝丝温润的要力,缓缓地侵入进肌肉之中,灵动仿佛能够在这一刻,听见那肌肉之中,无数细胞的欢呼声一般。 那种酸涩与疲累,悄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越发充沛的经历。 嘿! 灵动抓住树干,身体狠狠地一甩,凌空一番,便是稳稳地落在地面上,腰杆一挺,浑身的骨头突然咔嚓地响了一声,然后灵动便是欣喜地发现,她的身体,似乎稍稍地撞上了一分。 翠体第三重,灵动小手紧握,感受着那种肌肉舒展之间的那股力量,小脸上尽是惊喜之色,自从修炼以来,由于家境缘故,她很少有机会服用什么灵药,没想到这一次服用,效果竟然是如此的好。 嗯,还不错。 在灵动为自己的提升而欣喜时,一道声音,也是从一旁传来,她连忙转过头,正好见到一身寻常衣衫的灵笑,正站在一棵大树下,那张平日里不言苟笑的脸庞上,此刻也是,浮现了一抹笑容。 爹! 望着那站在树旁的灵笑,灵动也是惊喜地叫道。 灵笑点了点头,走进灵动,目光在其身上上下地扫视了一下,嘴角浮现一抹难见的笑容,道,脆体第三重,不错。 都是那赤餐的缘故。 灵动烧了烧头,嘿嘿笑道。 赤餐仅仅只是一品灵药,其他人即便是服用了,想要从第二重达到第三重也是需要一两月左右的时间。 这是你这段时间没日没夜修炼所换来的成果。 灵笑望着面前的灵动,心中也是轻叹了一声,这段时间,灵动的拼命修炼,他自然是看在眼中,那般锻炼的程度,几次都是,看得他母亲眼红。 他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身为父亲,心中也是有些心疼。 他明白,灵动这么拼命地修炼,只是想要在半年后的足笔上,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而那样的话,身为父亲的他,也是能够在灵家中,提起一些脸。 灵动黑黑笑了笑,这段时间的苦累,总算是,有了不菲的收获。 比起灵家那些尖子生,他至少是越来越接近了。 将铁块丢了吧? 如今你达到了脆体第三重,倒也是,勉强能够修炼武技,我便教你一套拳法。 灵孝道,文言,灵动乌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现在虽然达到了脆体第三重,可却不懂半点的招式,与人打斗,也只会使用蛮力。 心中早就是对于那些,能够让自己战斗力大涨的武技向往之极。 不过身体素质缘故,灵孝一直未曾交他,如今终于是有机会,他怎能不喜。 天下武学,分九品三胜,一二三品为下诚,其后为中诚,七九品,则为上诚。 我所要教给你的,是一种下诚一品拳法,通辈拳。 灵孝道,灵动连连点头,道没有因为那,仅仅只是下诚一品的低级拳法,便是感到失望,他明白,犯要一口口吃的道理。 而且对于不少人来说,下诚一品武学已是不错,据说灵家之中,品级最高的武技,也仅仅只是一种忠诚四品的武技而已。 这还是当年爷爷上海市,灵氏内族人员时,从其中的藏金阁中,侥幸所获。 所谓武技分级,但最为重要的,还是本身,在真正的强者手中,即便是寻常的一品武技,也是能够具备惊人的杀伤力,修炼者本身实力越强,所施展的武技威力,也是越强。 灵孝伸出手掌,对着灵动弯了弯,用你最大的力量,最快的速度攻击我。 灵动眨了眨眼,将手腕上的那些铁块尽数丢弃,一拳直接对着灵孝打了过去。 面对着灵动这拳力一击,灵孝却是随手一探,手掌迅速地从灵动衣袖之上划过,一道清脆的趴声随之响起,然后灵动便是呲牙咧嘴地跳了起来,急忙撸起袖子,只见得一条手臂都是红了起来。 通背拳,年一发静,先前我若是稍稍加厉,或者运用丝毫原力,你的这条手臂,骨头都是得被拍碎。 灵孝悠悠地道,修炼通背拳,需要以一练功,此拳法讲究手掌年一发静,修炼时黏自己的衣服发出声响,通背拳有九试,也称九响静,因为每一试施展而开,都会有着翠声响起,一重胜一重,九响完毕,威力堪比二评五计。 你且看好,将这九试好好记住。 灵孝一声低喝,突然展开手脚,步伐脉动,只见其身形如虎,双臂挥舞间,宛如一头通背猿猴,在舒展身姿,一道道清脆的黏衣啪啪声音,不断地响起。 灵动目不转睛地,望着拳影,舞动的灵孝,心神不知不觉地,变得极其凝聚起来,周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自动地忽略,眼中, 唯有着那一套拳法套路,因为是教导缘故,灵孝也是故意放慢了速度,如此演练了鼠变后,方才徐徐收工,看向灵动,道,记住了。 灵动沉吟了一下,旋即有点不太确定地点了点头。 哦?打来看看。 见状,灵孝脸庞上倒是划过一抹诧异,虽然他速度放慢了不少,但这痛背拳酒式也并非是极其的简单,灵动才第一次接触舞技,竟然会这么快地将其记住。 四也是知道灵孝的诧异,灵动走出两步,双拳舒展而开,一套拳法,便是带着几分声色地被其缓慢打了出来。 一旁的灵孝盯着灵动,在见到他,果然是将通背拳酒式尽数打出后,脸庞上,也是再度出现一抹喜意。 虽然灵动的通背拳,很是声色,甚至说虚有其表,可能够在第一次接触这拳法时,便是学成这模样,已是说明他悟性不错。 这一发现,倒是让灵动心中有些欣喜,看来这个儿子,倒是继承了他当年的那种天赋啊。 爹,为什么我施展出来的通背拳,连一点点声响都没有? 一套拳声色而缓慢地打完,灵动有些无奈地道,你这小子,若是这么容易,就能修炼出声响。 那这通背拳,也太明不复实了一点。 灵孝笑骂了一声,然后道,记住,修炼时,细心感应力道,只要你能做到,让衣袖跟着你的力道走,而不是你的力道跟着衣袖走,那么这通背拳,便算是修炼成功了。 来,你再施展几次。 灵动嘴中来回地念叨了几遍,然后一言地施展而开。 而灵孝则是站于一旁,时不时地出声指点着他的一些纰漏之处。 灵间空地上,一道男孩的拳影不断地舞动,汗水飞洒,但却依然未能他有所分身,一张小脸,显得格外地认真。 一下午的时间,便是在灵动这般片刻不停的修炼下,迅速而过。 而这般努力,也并非是没有成果,对于通背拳九世,他施展起来,也是越来越熟练,虽然依旧没有发出声响,但那架势,倒是丝毫不弱。 今天便修炼到这里吧,等明月再练。 看了一眼天色,灵孝再看了一眼那汗如雨下的灵动,突然道,后者对于修炼的那份认真与执着,连他都是略微的有些动容,旋即又暗自低叹,看来他这些年的颓废,让得这个孩子也是变得早熟了许多。 嗯,爹先回去休息吧,我待会就回来。 灵动应了一声,但双拳依旧未停止下来,全神贯注地按照着灵孝所说,感应着力道在肌肉之中的那种细微的传递,以及变化。 见状,灵孝只得无奈摇头,灵动的进步已是很明显,不过想要让通背拳出声,可并不容易,当年他也是修炼了足足一周时间,方才最终成功。 嘴中嘱咐了一声,灵孝转身复手而去,在转身时,其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意。 今天灵动所展现出来的悟性,让得他极为的满意。 这孩子的悟性非常不错,而且毅力极佳,超越最鼎盛时期的我,应该是不难。 啪! 灵孝心中这道念头刚刚闪过,后方却是突然传出一道响亮而清脆的啪声,当下其面色一僵, 脚步直接亮呛了一下,然而双眼之中,却是在此刻涌起了璀璨的亮光。 这样看来,不是不难,而是相当简单的事。 本章完。 第三章,古怪的石池。 小说,五洞乾坤。 作者,天蚕土豆。 出声了! 空地上,灵动正正地望着拳头,小脸上涌现难以掩饰的欣喜之色。 不过抬起头来时,却是见到灵孝慢吞吞的身影,已是走出了树林。 嘿嘿,明天再给爹看它,让它惊喜一下。 见状,灵动一咧嘴,突然赶到手臂上传来阵阵疼痛,急忙撸起袖子, 却是发现其手臂上布满着一道道血红的印子。 甚至还有着一些地方,皮层都是被查掉,鲜血不断地渗透而出。 死。 先前练功专注还不觉得,如今一收神,那疼痛感顿时涌来,让得灵动呲牙咧嘴了一番。 他知道这是修炼通被犬所造成的,皮肤与衣服剧烈的摩擦,长久了,总归是有点伤势。 还有些时间,先去那里泡泡。 灵动抬头看了一眼天色,突然转头对着后山深处跑去,约莫十数分钟后,一面陡峭悬崖出现在其面前,他目光四处扫了扫, 竟是小心翼翼地沿着悬崖的一些突出石块跃下,这些石块并不显眼,可却是刚好构成了一条暗路。 对于这条路,灵动也算是轻车熟路,因此,在保持小心的情况下,倒也没出什么意外。 而后一个隐藏在数块巨石下的山洞,便是出现在了眼前。 山洞极为的隐蔽,再加上周围那些突出的巨石遮掩,若非特意搜寻,根本是无法察觉。 当然一般情况,也没人会来做这种事。 越近山洞,凉爽的感觉顿时冲走了灵动一身的臭汗。 这里与外面的炎热,宛如两重天地,倒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山洞之内,也不是极其的宽敞。 而且,除了山洞中央位置的一个约末两三丈的石池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走进石池,只见得其中充斥着清澈见底的池水。 池水之上,略微有着一点寒气飘荡。 扑通! 来到石池旁,灵动迅速脱了衣衫,直接跳了进去。 那些许的寒气让得他身体颤抖了一下,便是迅速地适应了下来。 这个山洞是灵动又是偶然所寻,直到这里的,也就唯有他与清澈而已。 这里的池水比其他地方要冰凉许多,剩下时,灵动最喜欢的便是到这里泡澡。 不过这池水除了挺凉爽外,貌似并没有什么奇异的效果。 当然如此说的话,也是有点不对,至少每一次在这里浸泡之后,不知是错觉还是其他,灵动总感觉自己的精神变得格外的凝聚,不管做什么,都是能够迅速地进入专注状态。 这种感觉,以前灵动上还不觉得有什么好处,可在刚才修炼通被全时,他方才发现,在那个状态下的他,对于修炼似乎有着挺不错的。 效果,不然的话,他或许也很难在接触到通被全如此短的时间中,便是将其修炼出声响。 应该是错觉吧? 躺在石石中,灵动捧着池水看着他缓缓地流下,小脸皱着,这东西真有那么神奇,那也就该早早地让他修炼出原力了,哪还会这么慢吞吞。 修炼到脆体第六重,便是能够炼水化缘,拥有了原力,才是真正的修炼者。 灵动砸了砸嘴,满脸的向往,不过如今灵家小辈中,能够达到这种层次的,也是唯有屈指可守的己人而已。 原力,修炼之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据说那些实力高深的强者,举手投足间便可导致山崩地裂,那种莫大的威能。 对于灵动这种,尚还在最初步阶段,爬的小家伙来说,实在是太过难以想象。 而这种威能的源泉,便是原力,一种飘荡在天地之间的奇异能量。 不过要吸收天地原力,却是得必须先自身锻炼出一丝原力种子,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原力进入体内。 灵动靠着石石边缘,仰面闭目,在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后,居然是逐渐地沉睡了过去。 这段时间的修炼,对于他来说,太过拼命,如今好不容易松懈下来,一种疲惫,顿时从骨子之中蔓延出来。 随着灵动的沉睡,山洞之中再度变得幽静起来,池水轻轻拨荡着。 滴答! 寂静中,清澈的池水突然拨动了一下,一滴烟红的血液, 顺着灵动布满血痕的手臂,悄然滑落,掉进池水之中。 随着这一滴鲜血的落下,原本安静的池水,猛然间宛如沸腾了起来一般, 一个个带着淡淡血色的水泡,从水面上升起, 然后在沉睡的灵动身体周围,炸裂而开,一丝丝淡红色的液体,四散而开, 最后宛如有着灵质一般,缠绕上灵动的身体,最后顺着其毛孔,飞快地钻了进去。 就在这些淡红色液体进入灵动身体时,那浑身的肌肉就仿佛受到了猛烈压缩一缩, 汗水宛如潮水般密密麻麻地涌现而出,汇聚在一起, 滴滴答答地净数掉进池水中。 而在这些带着一点点黑色杂质般的汗水渗透出身体时, 灵动那前不久,才因为突破到脆体第三重而涨了一分的身高, 竟然再度变了回去。 那种感觉,就如同膨胀的海绵,被狠狠扭了一把一般, 将其中的水分给尽数挤了出去。 池水的沸腾并没有持续太久, 约莫十数分钟后便是逐渐的淡去。 而也就在池水安静下来时,沉睡中的灵动猛地睁开双眼, 嘴中大喊,好热。 噗通! 嘴中大喊了一声,灵动一个渣头便是潜入池中, 在其中待了好一会,方才将脑袋探出水面, 急促地喘了几口气,一脸的茫然。 先前在苏醒时,他就如同身处火炉一般, 滚烫的感觉让得他忍不住的失声叫了起来。 在这里怎么会热? 在池中待了一会,当再度感觉到清凉时, 灵动方才连忙爬上去,望着石池,满头的雾水。 站在石池旁想了好一会,灵动方才无语地摇了摇头, 抓起衣服,刚欲套上,目光突然凝在了自己手臂上。 咦? 灵动诧异地盯着自己的手臂, 他清楚地记得,刚才这手上可全是修炼通被全炼出来的血痕, 怎么现在就全部不见了? 灵动疑惑地摸撒着手臂,突然身体一僵, 一种无法相信的神色迅速涌上脸庞, 因为他发现,自己手臂的皮肤居然变得坚硬了许多。 这种情况, 居然是快要达到脆体第四重的征兆。 这,怎么可能? 这种发现,即便是身为当事人的灵动, 都是当场目瞪口呆了下来。 本章完,第四章,石池之密, 小说,五洞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幻觉,幻觉, 一定是幻觉。 望着手臂呆愣了好片刻, 灵动突然闭上眼狠狠地吸了几口气, 带得心情逐渐地平息下来后, 他的手掌方才有些颤微地, 再度抚摸着自己的手臂。 手掌过触, 有种宛如角质层般的硬度传出, 虽然这还并没有达到, 真正如木石般坚硬的地步, 可这比起刚才灵动的皮肤, 明显是要硬上数倍。 这敌的确确是即将进入脆体第四重的征兆。 只要带得这种皮肤再硬化一些,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脆体第四重。 不过, 灵动张了张嘴, 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却是如同见鬼一般。 他可是今天才进入脆体第三重的啊。 这才半天不到的时间, 怎么就直接变成即将进入第四重的地步了? 突如其来的馅饼, 直接是将灵动砸得有些晕乎乎的。 他战红着小脸, 不断地在石石旁走来走去。 他如果能够真有这种速度的话, 足比前三算得了个什么? 就算是那灵氏家族的十年族会, 他都不会有丝毫的巨星。 可, 怎么可能呢? 虽然被狂喜冲得有些晕乎乎的, 但毕竟, 灵动要早熟一些, 因此半晌后, 也是恢复了冷静, 紧皱着小脸, 开始回忆着事情的始末。 不过山洞中并没有奇怪的, 所以他的目光在转了一圈后, 便是停在了石池上。 这个石池, 难道真的有古怪? 灵动一脸的愕然, 旋即又是自顾自地摇了摇头。 这个石池, 从小到大, 他不知道泡过多少次, 可类似今天这种情况, 却是第一次发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总不可能是赤餐的作用, 一注一品灵药而已, 让他能够在十日中达到脆体第三重, 已是顶了天的效果了。 总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灵动紧紧地抿着嘴, 小脸上倒是涌上了一股执拗, 他明白这事的重要性, 如果真的能够发现其中奥妙的话, 这对他将会无比的重要。 今天比以前累, 可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 在这里睡觉。 以前也睡过, 灵动蹲在石石旁, 眉头紧皱着, 在沉思中, 他的手掌也是不自觉般地 抹扎着手臂。 片刻后, 手掌突然一将, 他的目光, 缓缓地顿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那里, 原本有着不少血痕。 邪! 灵动目光闪烁, 突然伸手摸进石石一旁的岩石缝中, 从其中掏了一把小匕首出来, 这是以前留在这里的。 匕首略微带着一些力道地从指尖划过, 一滴烟红的血珠顿时冒了出来, 然后灵动迟疑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将它滴入了石石之中。 滴答! 血珠落进石石的声音, 在安静的山洞中, 清脆地回响着, 而灵动的目光, 则是眨也不眨地盯着血珠落入的地方。 血珠滴入石石, 荡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 血色缓缓地扩散开, 然后, 平静的石石, 立刻便是在灵动震惊的目光中, 迅速地泛起了一个个水泡。 水泡之中, 隐隐间有着淡红色的液体涌动。 灵动喉咙滚动了一下, 手掌颤抖着深入池水中, 顿时那些水泡爆裂而开, 一丝丝淡红色的液体沾附在手掌上, 然后顺着毛孔悄悄地渗入。 随着这些淡红色液体的渗入, 灵动手掌突然传出一种火热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与刚才他刚刚苏醒时所感觉的一般。 而且, 这一次, 他仿佛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种淡红色的液体, 在一丝丝地沁入他手掌的肌肉皮膜之中, 让得手掌上的皮肤越来越坚硬。 果然是这样。 察觉到手掌的变化, 灵动小脸上满是狂喜之色, 他猜测得没有错, 这实时的水需要血液的氢染, 才能变得特殊起来。 灵动手掌握了握, 这只手掌上的皮层比起其他部位显然是要坚硬许多。 而这, 便是刚才那短暂的浸泡所得到的效果, 这种效果, 堪称神效, 按照灵动的估摸, 这种神效, 就算是那些在青阳镇之中卖得极为昂贵的三品灵药, 恐怕都无法达到。 不过为什么这池水, 会有这种连三品灵药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石池之中的水, 这些年他早就探测过, 是由岩石之中渗透而出, 可这也仅仅只是普通的山泉水, 虽说略显清凉, 但灵动却是敢肯定, 这山泉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效果, 但发生在身体上的这种事, 又是从何解释? 灵动揉了揉额头, 长叹了一声, 被这古怪的石池搞得情绪太过波动的他, 直接在池旁躺下, 即便不能发现这石池拥有这种奇异神效的原因, 但不管怎样, 这对于灵动来说, 或许会是一个天大的好处。 灵孝因为伤势的缘故, 必须不断地需要一些灵药来调养身体, 灵药的价格不菲, 而性格极为顽固的他, 也是拒绝任何灵家的资助, 所以, 平日也只能独自进山, 猎杀一些猛兽, 或者依靠运气, 寻找一点灵药, 可这样所获得的收入, 显然不可能, 让灵动拥有着, 与灵家那些同辈相同的修炼条件。 而这种时候, 这个石池的作用, 对于灵动来说, 便是凸显得越发重要。 石池的作用, 一定要保命。 灵动小拳头握了握, 这不仅仅只是, 因为他需要借助石池修炼的缘故, 而且他也非常的明白, 若是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将会引来多大的骚动, 甚至, 青阳镇的其他势力, 都将会眼红于此, 到时候, 灵家所要面临的, 或许会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这个道理, 灵动虽然小, 可却依然懂得。 灵动紧领着嘴唇, 心中也是有了主意。 而就在他欲要起身时, 目光突然一顿, 轻移了一声, 视线直勾勾地盯着石池上方的山洞顶部, 那里先前似乎有着一点光则闪动了一下。 这种情况, 若是放在平时, 灵动即便是见到了, 也不会在意。 但现在的他, 却是对这个石池上了心, 因此, 这山洞的任何东西, 他都是会显得很是认真。 灵动的视线, 锁定着先前细微光泽闪动的地方, 眼睛一眨眼不眨, 而在他这种紧紧的注视下, 先前那种光泽的闪动又是出现, 而且这一次还略显急促了一点。 然后, 一道细微的光亮垂落而下, 在灵动的注视下, 静止落进了下方的石池中。 池水表面, 因为光点的掉落, 荡起一圈细微的涟漪。 灵动正正地望着那细微光亮落进石池的地方, 旋即咽了一口口水, 在先前那光亮掉落而下时, 他隐约地看见, 那其中, 似乎是一滴深红的液体, 那种液体, 与先前灵动在滴入血珠后所看见的淡红液体, 一摸一样。 看来秘密, 在那上面。 灵动眼中的光芒变得明亮了许多, 他抬起头, 望着石池上方的山洞顶部, 轻声自语道。 本章完 第五章 神秘石符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这是什么东西? 灵动一脸茫然地望着手中的东西, 那看上去似乎是一块双指大小的石头, 石块仅有双指大小, 呈淡淡的灰白之色, 不过手掌捏上去, 却是有着一种奇异的柔软感觉, 那种触感, 应该不是石质, 可这也不像玉, 更不像木。 似石飞石, 似玉飞玉, 似木飞木。 这便是灵动费尽心机, 爬上山洞顶部, 从那里的一片隐藏裂缝之中所寻到的东西。 而看, 先前那液体滴落位置的源头, 应该便是此物。 在镶嵌着此物的山顶阴暗处, 还有着一道极为清晰的掌印, 那掌印甚至连掌纹都是清晰可见。 看那神秘掌印, 灵动方才明白, 恐怕这个山洞, 早很久之前便是早有人来到。 奇怪的东西。 灵动嘀咕了一声, 在这拇指大小的石块上, 隐隐间能够看见一些晦涩的纹路, 看上去仿佛一个神奇的符文。 符文布满着石块的每一处, 倒是让得它看起来 比较像是一块神秘的石符。 现在的石符, 除了那让人一眼, 便是觉得晦涩深奥的符文外, 倒是没有太过奇特的地方。 不过灵动却是明白, 刚才所看见的那种红色光点液体, 可不会是错觉。 石石之所以所拥有那种能力, 应该便是这石符所导致。 灵动小脸上布满着陈阴之色, 先前他是亲眼见到那光点落入石石, 而也就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 为何这石石会拥有着如此神奇的效果。 大! 在灵动沉吟间, 山洞之外突然传来石头滚动的响声, 当下他连忙将石符装进那衣兜里, 贴胸放着。 灵动哥, 西西,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在灵动收好石符时, 一道宛如蝴蝶般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洞口。 那是一位看上去约莫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她仅仅身着一套简单的浅色衣衫, 不过简单的衣裳倒也是遮掩不住那小脸上的灵动。 小女孩虽然年龄尚小, 不过一张小脸也是相当精巧, 大眼睛忽善忽善时, 显得极为的可爱。 望着小女孩, 灵动也是暗中松了一口气, 女孩并非是灵家之人, 而是柳妍当年在她出生不久后, 自雪地中收养的一个婴儿, 比灵动要稍小一点, 两人一起长大, 关系宛如兄妹, 极为亲密。 而由于是孤儿缘故, 她并没有随灵性, 所以柳妍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清潭, 而其人也如其名, 如檀香般充斥着灵气。 灵动哥, 天都快黑了, 娘可叫了你好久了吗? 清潭笑嘻嘻地凑了上来, 小手自然地挽着灵动的手臂, 然后就把她对着, 外面拖去, 边走边嘟囔道, 天黑了, 这里的实路也看不见了。 你难道还想像那次一样睡山洞啊? 望着身旁那如同百灵鸟般, 不断嘀嘀咕咕的清潭, 灵动也是, 忍不住地笑了笑, 旋即手掌轻轻摸了摸胸口, 那里贴着胸口的石符, 似乎有着淡淡的冰凉质感传出。 虽然不明白这石符的来历, 但直觉告诉灵动, 她应该是颇有些不凡。 夜色, 笼罩着大地, 清凉的月光清晰而下, 喜涮着大地之中残留的余热。 房间之中, 灵动闭目沉睡, 一缕缕的月光, 从窗户倾洒而尽, 一些月光, 照耀在灵动的身体上, 突然间, 月光如同水波一般荡漾了一下, 旋即奇异的一幕涌现而出, 只见得那些清凉的月光, 居然开始一丝丝的对着灵动胸膛处凝聚而去, 一点点的光亮散发而出, 隐隐间, 能够看见光亮的中心, 是一枚透着古朴的石符。 在石符发出光亮时, 那原本, 陷入沉睡的灵动双眼, 也是睁开了一点。 然而还不待她完全睁眼, 却是猛然感觉到, 一阵眩晕从脑海深处涌出。 紧接着, 她便是惊恐地发现, 她居然是出现在了一片黑漆漆的空间中, 这里没有任何的光亮, 寂静, 而且冰茫。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灵动心中涌上害怕, 不管怎么样, 她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方才十四岁的孩子而已。 是! 在灵动害怕间, 突然有着细微的声音, 在寂静的漆黑空间中响起, 旋即, 一团光影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仔细看那光影, 居然模样与灵动一模一样, 只不过, 后者的脸庞并没有半点的生气, 充斥着麻木。 这是怎么回事? 灵动呆呆地望着面前那与她一模一样的光影, 脑子被这诡异的一幕搞得有些恐惧。 啪! 在灵动发呆时, 那道灵动光影的身影却是突然动了起来, 只见得其身影闪动, 双拳舒展, 一套灵动熟悉的拳法, 便是在其手中被施展而出。 这是, 通背拳! 望着那光影所施展的拳法, 灵动眼睛顿时忍不住地睁大了起来, 紧接着, 一股浓浓的震惊从眼中涌现。 她发现, 这光影所施展的通背拳, 似乎比灵效, 还要更加地行云流水, 以及, 完美!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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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黑漆漆的空间之中, 光影步履如飞, 双拳挥动间, 活脱脱的, 就是一头猿猴, 在舒展着身姿, 那般感觉, 比起灵效时, 都是要显得更加地充满灵气。 九相戒! 灵动目光带着一些震撼地望着那与自己一摸一样的光影, 在后者施展通背拳时, 她清清楚楚地听见, 九道清脆的声响。 九相! 灵动喃喃自语, 然而, 就在她为此而感到震撼时, 那一套拳法刚刚完毕的光影之中, 身体突然奇异地一抖, 在这一抖之下, 居然又是有着, 一道细微的闷响, 从灵动的手臂之上传出。 这! 这一道闷响极端的细微, 若非这空间之中, 本就寂静无声, 以及灵动此刻精神凝聚, 恐怕根本就无法听到这一道响声。 识想! 灵动呆滞般地望着光影, 这明明只有这九响镜的通背拳, 到了她的手中, 确实会有着第十响。 灵动敢非常肯定地说, 这第十响, 或许就算是她的父亲灵孝亲自施展, 都是无法施展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灵动陷入呆愣状态, 许久后, 方才逐渐地回神, 皱着眉头沉思着, 虽说仅仅只是观看了一遍, 可灵动却是有着奇异的感觉, 这光影所施展的通背拳, 似乎比灵孝白日所施展的, 要更加的自然与灵动, 或者说, 完美。 但至于为何这光影会有这般奇特的能力, 那便并非是灵动所能够明白, 不过隐隐间, 她明白, 或许这一次, 她遇见了宝贝。 在灵动心中念头飞转间, 那一套拳法完毕的光影, 却并没有就此消散, 而是再度身影闪动, 紧接着, 又是一套相同的通背拳, 开始从头打起。 望着那如猿猴般灵动的身影, 灵动有些失神, 刚开始的惊恐, 已是不知不觉的消散, 她凝聚所有的心神, 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灵动的光影, 小脸上的沉思之色, 也是浓郁了许多, 她一遍又一遍地观摩着光影的诠释, 甚至连那细微的弧度, 都是仔仔细细地记在脑海中。 观摩了许久, 灵动终于是撇开双腿, 拉开架势, 开始模仿着光影, 缓缓地将通背拳施展而出。 啪! 黑漆漆的空间中, 两道相同的人影与光影, 开始不知疲倦地, 一遍又一遍地施展着拳法。 而那一道道啪啪的声响, 也是响得不停, 不过, 其中几乎绝大数的声响, 都是属于光影所有。 对于这种情况, 灵动倒是并没有气妥, 小脸之上, 尽是认真之色, 在拳法施展的同时, 她也是不自觉地, 开始按照着光影的诠释, 而细微地改变着。 这种改变, 虽然微小, 但却仿佛有着画龙点睛的神效一般, 小小的改动, 却是有着出人意料的收获。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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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掌舒展, 手臂宛如猿猴般, 灵活翻腾, 似到脆响接连响起, 而灵动的拳风, 也是在此刻带起了风声。 似想! 灵动的双眼, 在此刻变得异常地亮堂起来, 她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些细微上的改变, 这痛被全修炼起来, 居然便会是如此地得心应手。 那种感觉, 就如同获得了一个无以伦比的良师, 在手把手的教导一般。 而且这个老师的水平, 简直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 这般收获, 简直就是, 让得灵动心中狂喜。 若是灵孝知道她, 仅仅在一天之内, 便是能够将通被全修炼出思想, 恐怕下巴都是会被震惊地掉下来。 她当初可是修行了将近一月, 才勉强达到这种速度。 而灵动, 却是超越了她数十倍。 而有了这般收获, 灵动精神仿佛也是变得旺盛了许多, 不仅为因此变歇息, 反而再度展开全世, 一遍又一遍地施展着通被拳, 努力地让得自己的拳法, 能够与那光影变得一模一样。 漆黑空间之中, 仿佛并没有时间地流逝, 灵动就这样不断地模仿着光影, 而在她这般汗水挥洒下, 她的拳法, 与那光影, 也是越来越像。 漆黑空间, 光影人影闪动, 就如同两头灵性十足的猿猴, 拳掌舒展间, 破风阵阵。 本章完, 第六章, 七响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嗯…… 房间之中, 当灵动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时, 阳光已是倾洒到她的脸上, 她睁着眼, 望着射进房间的阳光, 突然一个鲤鱼打挺, 直接从床上跃下, 刚欲抬脚, 一阵极端酸痛的感觉, 便是突然从其体内出现, 差点让得灵动脚一弯, 摔倒在地上。 这…… 突如其来的酸痛, 使得灵动一脸错愕, 那种感觉, 就仿佛她拼命地锻炼了一整晚一般。 那不是梦? 突然间, 灵动似是想起了什么, 一抹震惊之色浮现脸庞, 紧接着, 她咬着牙撑起身子, 通被拳的架势极为熟练地摆开, 那种模样, 就似乎已锤炼了无数遍一般。 然而, 唯有她自己方才知道, 她是昨天, 才从灵孝手中, 将这一套拳法习得。 房间之中, 少年面色肃穆, 一套拳法在其手中轻车熟路地施展而开, 紧接着, 手臂与衣袖摩擦所带起的啪啪之声, 立刻便是响彻起来。 啪啪啪啪啪。 当一套拳法, 发出了五道脆响时, 灵动的身体停了下来, 脸庞上布满着一种古怪之色, 有些震惊, 有些狂喜, 也有点惊恐。 怎么会修炼得这么快? 灵动望着双掌, 喃喃自语, 她能够感觉到, 无想或许并非是她现在的极限, 如果她想的话, 恐怕达到七响, 都并非什么难事。 这种速度, 让得灵动感到匪夷所思, 灵家小辈中, 修炼通辈权的也不少。 然而, 能够在这个年龄, 便是将其修炼到七响的地步, 恐怕真的是极少极少的存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灵动眉头紧锁, 沉淫了片刻后, 她的手掌, 突然摸上了心口, 将那贴身, 放在那一口袋的一枚神秘石符取了出来。 这正是昨天她从山洞中所得到的东西。 如果说灵动身上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的话, 那么这石符, 绝对便是属于守卫。 这东西, 真有那么神奇吗? 灵动握着石符, 淡淡的温良感觉顺着掌心传出, 在那种温良下, 似乎连身体的酸痛, 都是变得略微的淡了一些。 压下心中波动的情绪, 灵动再度小心翼翼地, 将石符贴身收好。 她能够隐隐间感觉到, 这石符的不凡之处。 若是这消息传了出去, 恐怕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所以, 这东西, 尽量还是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的好。 收好石符, 灵动便是推门而出, 先是随意地吃了一点柳檐所准备的早餐, 然后便是一溜烟地窜进了那山洞之中, 现在她的身体酸痛太甚。 若是在进行剧烈修炼的话, 那便是会让身体出现伤势。 不过索性, 这种情况, 对于发现了石符妙用的灵动来说, 倒也算不得什么麻烦。 在石符之中滴入鲜血, 灵动舒服地泡了半个小时, 方才从中爬起, 不经体内的酸痛不翼而飞, 而且状态仿佛也是恢复到了最好的阶段。 摸了摸身体上的皮肤, 那种坚硬般的感觉更是明显了许多。 这样的灵动小脸上也是涌现喜色。 按照这种速度, 恐怕顶多十来日的时间, 她便是能够正式地跨入脆体第四重。 从石石中爬出, 灵动再度打了一套通背拳。 这一次, 她几乎是全力而为, 再没有丝毫地保留。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七响。 拳落掌停, 灵动小脸激动的杖红, 凭借着这七响通背拳, 她有着把握。 现在若是在遇见灵山那个家伙, 她绝对不会再像上次那样,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激动了好一会, 灵动方才平静下来, 黑黑地傻笑了一声, 然后便是爬出山洞, 再度进行着每日必备的苦修。 虽说如今拥有了实持的神效, 但灵动却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修炼意图, 真正最为重要的, 其实还是几身。 外力的效果, 虽然能够让你的修炼之路顺畅一些, 可究竟想要在修炼道路上走多远, 还是取决自己。 因此, 可不能因为实持, 便是舍去了那种努力与勤奋。 说到底, 那才是灵动最大的财富。 一日苦修, 傍晚时, 一脸严肃的灵笑, 也是来检验灵动的修炼, 对于后者的修炼, 它一直是相当的严厉与苛刻。 不过, 这种严厉, 当在见到灵动一套通被拳打下来, 竟然发出了三道声响时, 就算是他刻意地保持着, 但那舒展而开的眉头, 也是显示出了他心中的惊喜与满意。 见到这一幕, 灵动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旋即暗自偷笑, 如果灵笑知道他现在其实已经能够将通被拳打出七响时, 那脸色会是何等的精彩。 夏日炎炎, 整个夏天, 灵家的小一辈都是在尽努力地苦修着, 因为他们都明白, 半年后便是灵家的祖笔。 这个祖笔, 对于他们来说,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灵家并非什么实力极为雄厚的名门望族, 所以, 不可能让每一位成员都享受到最好的待遇。 而想要受到家族中最好灵药与武学的培养, 那么便是必须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而这个所谓的祖笔, 便是一个他们脱颖而出的竞技台, 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的正式比赛,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决定着他们日后的成就。 一个家族着重培养的人, 怎么都是会比依靠自己独自修炼要顺利许多? 当然, 一些特殊的情况自然是要除外。 由于都是在紧锣密鼓的卫族笔准备着, 因此, 这段时间倒是没有什么人来打扰灵洞, 而他也是乐得清静, 在得到那神秘师傅的十天之内, 他几乎每一天晚上在熟睡后, 都会进入那个黑漆漆的空间中, 在那里, 有着一个完美到极致的老师。 通背拳的九想境, 越往后越难练, 特别是在七想之后, 那难度更是成倍翻掌, 因此, 即便是灵动苦练了十日时间, 也仅仅只是勉强能够发出第九想。 而且, 这还得看状态, 至于那所谓的第十想, 他更是摸不到半点的头绪。 不过对此, 灵动倒也没感到沮丧, 因为他心中很明白, 能够在十天之中将通背拳修炼出九想境, 是一种何等可怕的速度。 这一点, 从平日灵效检测灵动进度时便可看出, 他仅仅只是打出了六想, 灵效看他的目光便是有点古怪起来, 他当初修炼通背拳, 可是足足两个月才达到六想的地步, 而灵动却是在短短十日中达到, 这速度, 连苛刻的他都是没有半句话好说。 而在苦修着通背拳的时候, 对于身体的淬炼, 灵动也是没有停止, 而且反而是仗着有着实时的奇效, 悄悄地把灵效给他设置的课程加重了数倍, 如此一来, 虽然每次进入实时时都是跟死狗一样, 但等到半个小时后爬出来时, 立马又是精神抖擞, 浑身肌肉的酸痛, 也是尽数消散。 这般苦修, 虽然苦累, 但效果却是极为的明显, 短短数日时间, 他身体上的皮肤便是越来越具有硬度, 有时候, 甚至都是能够直接以拳击时, 而且施展通背拳的时候, 那股力道也是强了不止一心半点, 按照这种速度, 真正地达到脆体第四重, 应该会很快了。 本章完, 第七章, 脆体第四重,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凉爽的山洞之中, 灵动悠闲地躺在石池中, 感受着石池之中的那种奇异液体, 侵入身体后, 所带来的那种舒畅, 小脸上, 净是陶醉享受之色。 池水中, 一丝丝的淡红液体, 沾附在灵动的身体上, 然后源源不断地顺着毛孔渗透而进, 滋养着, 那因为剧烈的锻炼, 而出现酸痛的肌肉, 以及骨骼。 而在这些液体的滋养下, 灵动的身体, 就如同饿了数年的饿鬼一般, 贪婪的大口吞噬着这些, 对他们来说极为有益的液体。 Wong! 灵动闭目间, 池水突然波荡了一下, 旋即他便是感觉到一种痒痛, 从浑身皮肤之下出现。 突如其来的痒痛, 让得灵动一惊, 急忙睁眼, 但紧接着, 当他看见, 身体居然开始掉落小片小片的皮屑时, 那金色立刻便是化为狂喜。 换皮, 这是真正进入脆体第四重方才会发生的情况。 终于到了这一步了啊, 灵动舔了舔嘴, 心头有些激动, 脆体九重, 前三重都是简单的锤炼体格, 唯有达到第四重, 方才能够感觉到修炼的好处。 换皮之后, 新生皮肤宛如木石, 不论是力量或者抗打击能力, 都是大大增强, 与第三重相比, 简直就是强了太多。 在灵动的注视下, 他身体上的皮屑飞快地掉落, 而带的皮屑掉光后, 他在十尺中滚了一圈, 然后跳上十尺, 手掌缓缓地抚摸着手臂, 手掌过触, 就如同摸着光滑的木石一般, 一种奇特的坚硬之感, 传进掌心。 啪啪啪! 压下心中的激动, 灵动立刻施展通背拳, 一套拳法下来, 风声震震, 居然是将地面上的灰尘, 都是掀起了一些。 那般声势, 倒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 拳霸收工, 灵动黑黑一笑, 看了一眼石池, 笑着道, 多谢了。 笑完后, 灵动突然想到了什么, 眉头皱着地望着石池, 经过这十来日的吸收, 他感觉到, 这石池之中的那种淡红色液体, 似乎在逐渐地减少着。 看来石池里面所储存的淡红色液体, 也会用完的, 灵动抓了抓头, 倒并没有感到慌乱, 守在怀中掏了掏, 掏出了一个不过手指大小的小瓶子, 瓶子呈透明之色, 仔细看去, 能够看见, 在那小瓶子中, 有着两滴红色的液体。 经过这段时间, 贴身的携带神秘石符, 灵动也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那便是每隔五日左右的时间, 石符上的一个小凹槽中, 便是会盛满一小滴红色的液体, 这液体灵动并不陌生, 正是在滴入鲜血后, 石池中出现的那种淡红液体, 只不过这一小滴的颜色, 比起石池之中的, 显然是要浓烈很多倍。 看来石池并不能长久地保持那种液体。 灵动若有所思, 不然的话, 这么多年中, 这石池早应该被那种红色液体填满才是, 不会仅仅只让它使用了十天时间, 便是有着消散的迹象。 以后再来这里, 看来便是要自己滴这个劲去了。 灵动摸着小瓶子, 略微有些舍不得, 这液体很难得, 要五日时间, 方才有着小小的一滴, 其珍贵之处不言而喻。 而且也是, 还想偷偷找机会, 弄一滴红色液体, 给灵孝服用。 想必以这东西的神奇之处, 对于灵孝的伤势,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轻叹了一口气, 灵动将瓶子收好, 穿上衣衫, 然后溜出山洞, 回到锻炼的地方。 不过就在他, 又要准备开始锻炼时, 远处突然一道身影,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边跑边喊, 灵动, 不好了。 灵长枪, 什么事啊? 灵动瞥了一眼那道人影, 自顾自地低头, 捡起两个石心的石墩, 狠狠地将其举起, 懒洋洋地倒。 来人是一位看上去十三四岁的少年, 略微有点胖, 圆滚滚地看上去跟球一样。 这少年名为灵长枪, 是灵动武博的儿子, 两人关系还算不错。 当然, 灵动知道, 这家伙其实是喜欢轻弹, 才跟自己套近乎, 不过总的说来, 灵动对他印象还行。 轻弹出事了。 灵长枪常跑了一阵, 气喘吁吁地道。 碰! 灵动手中的石墩陡然落地, 溅起一地的灰尘, 面色一沉, 道, 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妹妹, 灵动可是在乎得很。 而小丫头, 也一直很懂事, 小小年龄, 却没有一点小女孩的骄纵, 所以在家里面, 就连一向严厉的父亲, 都舍不得对她白脸色, 虽说并没有血缘关系, 可在家里, 清潭无疑是小公主一般。 奶奶的, 都是灵山, 那个混蛋。 灵长枪骂骂咧咧地道, 清潭今天去后山森林, 找到了一株赤羊草, 结果刚好被灵山那群混蛋看见, 现在他们正赌清潭不让走呢。 又是灵山。 灵动眼中闪过一抹怒火, 清潭那个丫头, 最近一直都是, 在往后山森林跑。 灵动知道她的小算盘, 她是想要找一些灵药, 好让自己修炼, 能够更顺利一些。 以前这丫头就这么干过, 不过再一次找灵药的过程差点摔伤后, 便是被父亲禁止了下来, 没想到才安生了没多久, 现在又偷偷跑了出去。 带路, 灵动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道, 啊, 你一个人去, 要不把三伯叫上? 见到灵动要独自前往, 灵长枪连忙阻拦, 上一次这个家伙被灵山打得昏迷过去, 这一次再去的话, 怕又是少不了一顿胖揍, 他虽然也看灵山不顺眼, 但也不得不承认, 那个家伙是有点强。 别啰嗦了, 去晚了, 清潭被欺负了, 以后你就别想过来找他玩。 灵动皱着眉头, 灵长枪口中的三伯, 就是他父亲灵孝, 不过小一辈的是, 让这些大人出面, 顶多就是训斥几句, 那可出不了他心中的恶气。 好吧好吧, 跟我来, 等会那灵山, 要动手, 我帮你们挡挡, 现在我也是脆体第三重, 挨几下, 打倒没啥。 灵长枪烧了烧头, 有点怕灵动的威胁, 然后赶忙掉头带路。 见到灵长枪那圆滚滚的身材, 灵动忍不住的一笑, 但旋即面色就紧绷了起来, 咬着牙低声道, 灵山, 这次我一定要把你打得跟狗一样。 本章完 第八章 冲突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灵家后山 连接着一片比较辽阔的森林, 这森林之中, 若是运气好的话, 偶尔能够寻见一两株灵药, 因此平常有闲时, 倒是有着不少灵家的小一辈跑到这里, 想要壮壮运气, 因此, 这森林在灵家算得上, 是一处比较热闹的地方。 而此刻, 在那森林的路口方向, 却是围拢着不少的人, 这些人看上去, 年龄大多都是在十多岁左右, 显然都是灵家的小一辈。 视线透过人墙, 只见得在那路口中央, 几道略显壮瘦的身影处理, 刚好是将路口尽数给堵了。 而在这几道身影的前方, 有着一道身着淡浅色衣衫的小女孩。 女孩眉目如画, 肌肤如雪, 小小年龄, 却是让的人有种惊艳般的感觉。 而此刻, 她正用那充斥着灵气的双眸, 愤怒地望着那拦在面前的身影, 在她那布满着一些淤泥的小手上, 还紧紧抓着一株火红色的植物, 隐隐间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从上面散发出来。 灵珊, 你不要太过分了。 青潭盯着那几道身影领头的艺人, 清灵的声音中带着点点木耳。 嘿嘿, 这赤羊草, 我们昨日就已经发现了, 只是等着今天来拿而已。 你把我们的东西给拿了, 还说我过分? 那领头的艺人, 也是一位少年, 看上去约莫在十四五岁左右。 她此刻抱着双臂, 望着发怒的清潭, 笑道。 你胡说! 听得这灵珊颠倒黑白, 清潭更是气得小脸通红。 这赤羊草, 她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寻找到, 怎么可能被这家伙事先发现? 而且她如果真的事先就知道这赤羊草, 怎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难道故意等别人来采吗? 我可没胡说。 灵珊望着清潭发怒时候那般可爱模样, 却是嬉皮笑脸的道, 清潭, 把赤羊草交给我, 就让你走。 你休想! 清潭咬着一口小银牙, 这段时间, 灵动那拼命地修炼她, 可是看在眼里。 而且她也明白, 再有几个月时间, 就是灵家的足笔。 如果灵动在足笔上面表现不好的话, 不仅她自己会受到打击, 就连爹娘肯定也不好受。 所以, 这段时间, 她一直都是在往这里跑, 期望能够找到一点灵药, 帮灵动的修炼提升一点速度。 而如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株吃羊草, 怎么可能就交给这个可恶的家伙? 既然如此, 那看来, 你今天只有露宿这里了呀。 灵珊黑黑一笑, 看了清潭一眼, 道, 刚才灵长枪那小子好像跑了, 应该是去找灵动吧? 也好, 上次可还没打过瘾呢。 听得这句话, 清潭的小脸方才有些变了, 他知道灵动跟灵珊素来不对眼, 一见面就要打起来, 而每次打架都是灵动吃亏。 把吃羊草给我, 我就不打他, 怎么样? 见到清潭小脸变色, 灵珊哈哈一笑, 得意的道, 你个混蛋! 清潭紧咬着嘴唇, 眼圈都是有些红了, 那模样, 看得不少人都是有些心疼, 清潭虽然不算灵家的人, 但由于小小年龄, 已是触落的水灵动人, 莫说在灵家, 就算是整个青阳镇, 都是有着不少少年, 对其有所爱慕。 不过虽然心疼家不愤, 但不少人在迟疑了一下后, 还是没开口说什么。 这灵珊在灵家小辈之中, 就是一个小霸王, 其本身实力也不错, 再加上, 他爹更是掌管着灵家财政, 谁也不愿得罪他。 而且, 就算是告到父辈那里去, 也顶多只是, 让他关禁闭一两天, 带得出来后, 反而偷偷报复告发的人, 久而久之下, 小一辈中, 也是很少有人跟他起冲突。 给不给啊? 再不给的话, 恐怕灵栋也快来了, 灵珊说道, 同时他还故意做眺望的模样, 似乎是期盼着灵栋赶紧出现一般。 拿去! 轻弹眼中, 泪水委屈地打着转, 不过他倒是倔强地强忍着, 小手紧紧地握了握手中的赤羊草, 然后迎牙一咬, 狠狠地对着灵珊丢了过去。 嘿嘿, 真乖! 见状, 灵珊顿时大喜, 一步踏出, 一把便是对着那甩过来的赤羊草抓了过去。 然而, 就在他即将抓到赤羊草时, 一道身影突然冲破人群, 重重地撞在他身体上, 那般大力, 居然直接将他撞翻地在地上打了两个滚, 方才停下来。 突发的变故, 让得所有人都是一愣, 目光急忙望去, 待得看见那来人是谁后, 眼中顿时流露出同情之色。 混蛋! 灵珊这时, 也是从地上爬去, 顾不得满身的泥土, 他望向那站在原地的人影, 眼中顿时生腾起一些力气, 冷笑道, 灵动! 好, 几天不见, 真是胆肥了, 看来上次揍你揍得太轻, 没长什么教训啊。 灵珊, 赤羊草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见到灵珊这副模样, 轻弹小脸一变, 捡起被撞落在地的赤羊草, 丢向灵珊, 怒道, 要我要, 人我今天也要揍。 灵珊一把接住赤羊草, 冷笑道, 你……, 闻言, 轻弹小脸都气红了, 小手紧握成拳, 想来是没想到这灵珊这么无赖。 见到这灵珊的蛮横无赖, 灵动也是, 忍不住地冷笑出声, 旋即一把拉住面前的轻弹, 往前一站, 学着灵珊的语调, 要我要, 人我今天也要揍。 哈哈! 听得灵动此话, 那灵珊明显是愣了愣, 旋即一声大笑, 细血地盯着前者, 道, 看来上次似乎脑子也被打坏了。 一旁的其他人, 也是目光奇怪地看着灵动, 有点硬气是好, 但逞强的话, 就是自讨苦吃了。 以前两人也打了不少架, 不过每一次, 都是灵动被打得鼻青脸肿。 灵动哥, 不要跟他打, 那吃羊草, 我们不要了。 见到灵动, 又是与灵珊硬抗着, 轻弹连忙拉着他, 急声道, 是啊, 灵动, 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再修炼一段时间, 再来教训这家伙。 那一直跟来的灵长枪, 也是连忙开口。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灵珊吃笑一声, 身形猛地一阵急冲, 几个跨步便是出现在灵动面前, 五指紧握成拳, 直接对着后者胸膛打了过去, 隐隐间, 有着略显急促的风声传来。 啪! 望着灵珊那充满力道的一拳, 灵动嘴角带起一抹冷笑, 却是不闪不闭, 手掌探出, 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 与灵珊拳头硬碰硬地撞在了一起。 拳掌交碰, 仿佛有着石头碰撞的声音响起。 然而, 让得众人一脸愕然的是, 灵动居然生生地接下了灵珊这一拳。 翠体第四重, 这一交手, 灵珊便是感觉到不对劲, 对方的皮肤, 给他的感觉, 竟然是不比他软。 如此坚硬的皮肤, 显然是翠体第四重的人, 方才能够具备。 怎么可能? 这小子半个月前还只是第二重, 怎么突然飙升到第四重了? 灵珊眼中充斥着难以置信之色, 但旋即便是一咬牙, 就算你也达到了翠体第四重, 也别想跟我斗。 落石拳? 灵珊拳是一收, 突然一声利和, 手臂之上, 轻筋涌动, 旋即竖到拳影浮现, 仿若乱石砸落一般, 狠狠地对着灵动当头照去, 那般声势, 如同乱石飞落。 下诚一品五计, 落石拳。 没想到, 灵珊都开始修炼武学了, 灵动要遭殃了。 一见到灵动这般架势, 周围顿时哗然一片。 灵动目光直直地望着那扑面而来的树道拳影, 虽说灵珊这一套落石拳, 声势不弱, 但不知为何, 落在他眼中, 却是显得破绽百出, 当下他也不迟疑, 通被拳架势直接施展而开。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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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袖拍打在手臂上, 清脆而响亮的声音迅速传开。 而与此同时, 灵动的拳头也是与灵珊拳影碰撞在一起。 碰, 拳头刚刚接触, 那灵珊身体便是一抖, 一股大力迅速自拳头处涌来, 然后他便是骇然地感觉到, 如木石般坚硬的双拳上, 居然是传来了一阵阵的痛感。 通被拳, 三想, 怎么可能? 此时此刻, 灵珊眼中的惊骇越发浓郁, 通被拳, 他自然也是听说过, 这在一批武学中, 已算得上是佼佼者, 他原本也是想要修炼此拳法, 但在修炼了十日时间, 依旧未能发出响声后, 便是不得不将其抛弃。 谁能想到, 这以前一直不是他对手的灵动, 居然能够将其修炼成功? 不是三想, 是四想。 灵动一笑, 旋即眼神微冷, 手臂一抖, 又是一道清脆响声响起。 旋即, 越发沉重的一拳, 直接轰在了灵珊双臂之上。 碰! 面对着四想的通被拳, 那灵珊的落实拳架势直接崩溃, 脚步蹬蹬地击退, 最后脚腕终于是一个亮枪, 在周围那一道道目瞪口袋的目光下, 就欲摔翻在地。 不过, 就在灵珊倒地的刹那, 一只手掌突然探出, 抓着他的肩膀, 轻轻一提, 便是将其给稳了下来。 哥! 灵珊迅速回头, 望着那出现在身后的身影, 顿时大喜。 而周围的那些人, 面色更是一变, 眼中有着巨异闪动。 本章完, 第九章, 灵虹,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望着灵珊身后的那道身影, 轻弹与灵长枪, 面色也是有些变化, 眼中涌现担忧之色。 灵动紧绷着脸庞, 目光同样是投向了灵珊身后, 那里, 一道身着白衣的少年, 用手掌抓着灵珊的肩膀, 让得他无法摔倒在地。 少年看上去, 约莫十五六岁左右, 面容颇为的俊秀, 脸庞上挂着些许笑容。 只不过, 这笑容落在灵动的眼中, 则是略微的显得有些冷。 灵虹, 灵珊的亲哥哥, 灵家之中相当优秀的存在, 年仅十五, 但却早便是达到了 脆体第五虫的地步。 而这种地步, 只要再进一步, 便是能够修炼出原力种子。 那时候, 放眼灵家小辈中, 必然是前三甲般的存在。 哥, 灵珊虽然对于常人盛气灵人, 但在这看上去 颇为温和的灵虹面前, 却是温顺得如同绵羊一般。 这点本事, 不好好修炼, 出来丢人现眼不成。 灵虹松开手掌, 但笑道, 我只是吃亏再打也, 如果再打一次, 我可不会怕他。 闻言, 灵珊脸庞顿时战红起来, 只不过, 在说这话的时候, 底气有点不足, 刚才灵动那一拳, 的确很强。 思想的通辈拳, 不是你能挡下来的。 灵虹目光投向灵动, 看着后者好一会, 方才道, 灵动表弟, 看来藏桌许久了呀。 通辈拳的修炼难度, 灵虹也明白, 想要将此拳法修炼出四项, 再怎么说, 也得需要数月的时间, 但在这之前, 他可是没听说过, 灵动会这般功夫。 小把戏, 怎入灵动表哥的眼。 灵动嘴角扯了扯, 开口道, 或许是因为彼此父亲间的间隙, 灵虹两兄弟, 与灵动的关系极差。 而同样的, 灵动也对他们没什么好感。 这灵虹表面看上去和和气气, 不过灵动却知道, 这家伙, 其实比起表面凶神恶杀的灵山还要可恶, 灵山之所以能够在灵家小辈中横行霸道, 除了其父亲缘故外, 也少不了这个灵虹的支撑。 当然, 最重要的, 在半年前, 灵动便是听灵孝说过, 这灵虹, 居然就想与清坛定下一门诱亲, 只不过这事, 直接是被灵孝一口回聚了。 而此事, 也是令得双方本就不佳的关系, 越发恶劣了不少。 灵动哥, 我们先走吧。 清坛偷偷地拉了一下灵动的衣角, 低声道, 虽然先前灵动竟然打败了灵山, 让得他极为的惊讶, 但眼下这灵虹, 不论是心机还是武力, 比起灵山来, 都是要难对付数倍。 哼, 清坛, 我们可是有着好些天未曾见面了呀。 灵虹一笑, 目光望着清坛, 眼中忍不住地, 有着些许奇异光泽涌动。 清坛虽然年龄尚小, 但却已然是美人胚子, 在这青阳镇中, 不少小一辈中的家伙, 都是对其暗中有着爱慕之意, 而他, 自然也是不例外。 灵山这家伙, 做事向来鲁莽, 不过你, 若是需要灵药的话, 只管来找我便是, 吃羊草这种一品灵药, 总归是太没荡次了点。 听得灵虹那仿佛极为熟弱的话语, 清坛弯弯的小柳梅, 忍不住地蹙了蹙, 不过碍于对方的实力, 他虽然有些不渝, 但也并没有出口反驳。 他娘的, 这家伙真可恶, 以后一定要揍死他。 灵长枪也是满心的不爽, 在灵动身后, 低声嘀咕倒。 多谢灵动表哥好意了, 不过我们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家族辛苦赚钱也不易, 节省一点总是没错的。 对于身后灵长枪的嘀咕, 灵动倒是不曾理会, 开口笑道, 若是以前, 见到这灵虹, 他或许还真是只能吃饼而退, 不过现在却是不同, 拥有着十福秘密的他, 超过灵虹,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哦? 灵动表弟的骨气, 倒是与你父亲相同, 真不愧是一脉相传。 灵虹一笑, 这话落在别人耳中, 却是多了一点嘲讽之意。 闻言, 灵动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木翼。 哼, 既然这赤羊草是青坛所得, 那自然必须归还, 青坛放心, 等回去后, 我会带你好好教训一下, 这个莽撞的家伙。 灵虹从灵山手中将赤羊草取过, 对着青坛微笑着扬了扬。 见到他这般举动, 青坛抿着小嘴, 一时间竟然不敢上前, 他担心, 前者到时候, 又是借题发挥找灵动的麻烦。 那样的话, 还不如不要, 这赤羊草了。 见状, 灵虹嘴角不由得微微一翘, 还是灵虹表哥有度量。 不过, 他嘴角的笑意上还未扩散, 灵动便是笑了一声, 旋即在众人注视下踏出步子, 走到灵虹面前, 也是毫不客气地伸出手, 抓住了赤羊草。 灵动突然间举动, 也是让得灵虹脸色僵了僵, 旋即他直直地盯着前者, 眼中有着冷色闪动, 灵动之举, 可是在众人面前损他的颜面。 对于他那目光, 灵动却是视而不见, 抓着赤羊草的手掌微微用力, 却是发现, 灵虹手掌正如同铁钳一般地抓着赤羊草, 当下笑道, 怎么? 灵虹表哥, 看上这赤羊草了? 闻言, 灵虹眼角抽出了一下, 旋即缓缓松开手掌, 目露寒光地盯着灵动, 却是一笑, 道, 灵动表弟, 对于你那通辈权, 我倒是有着一些兴趣, 不如略做切磋, 可好。 这最后一句话刚刚落下, 他也不带灵动回答, 便是猛地蹊进一步, 一掌对着灵动胸膛劈去, 那扑面而来的进风, 比起先前的灵山, 不知道墙上了多少。 一见到这灵虹竟然说动手, 就动手, 灵动面色也是一尘, 双臂迅速交叉在胸前, 护住了要害部位。 砰! 拳掌交接, 灵动顿时感觉到, 手臂处传来一阵大力以及剧痛, 当下脚步便是蹬蹬地倒退了十数步, 不过好在基本功扎实, 这才未先到在地。 原力! 脆体第六重, 吻下身子, 灵动目光凝重地盯着灵虹, 沉声道, 在先前, 他分明地看见了, 后者手掌上有着极弹的光芒浮现, 那显然是原力的力量。 那也就是说, 这灵虹, 居然是踏入了脆体第六重的地步, 而且体内, 也是诞生了原力种子。 灵虹瞥了灵动一眼, 眉头却是一皱, 对于先前一掌, 居然未能将后者打败, 他显得并不是很满意, 不过他有信心, 五招之内, 必将灵动击溃, 这是身为脆体第六重的自信。 灵动表弟, 真是好本善, 再来, 眼盲一闪, 灵虹显然并不打算就此放过灵动, 淡淡一笑, 竟然再度对着后者急冲而去。 这一次, 不少人都是能够看见, 在他的身体上, 有着极弹的光芒涌动, 当下不少人,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望着那咄咄逼人的灵虹, 灵动眼中怒涩更甚, 而就在他咬牙准备全力施展通 被拳跟他硬拼时, 一道含着怒气的赤和声, 突然响起, 都给我住手。 灵虹的脚步, 也是因为这道声音顿了下来, 目光望去, 只见得一名少女, 正自自动分开的人群中走出, 俏脸上, 布满着怒气。 少女身着红衣, 看上去约莫在十七八岁左右, 年龄比起其他人, 倒是要略大一些, 其容貌也颇为俏丽, 褐色的马尾便垂直俏先腰, 那微数的双眉, 透着不逊男儿的阴气。 是灵虾姐! 一见到此女, 周围顿时响起一道道惊呼声, 原来是灵虾姐。 那灵虹见到红衣少女, 也是一笑, 道, 灵虹, 同为灵家的人, 切磋也用不着施展原力吧。 那被称为灵虾的少女, 看了一眼场中, 皱着眉头道, 玩玩嘛, 既然灵虾姐这么说了, 那自然是没事。 灵虹漫不经心地道, 灵动此刻也是收了拳, 叫了一声灵虾姐, 此女乃是大伯的女儿, 虽说身为女儿身, 但却是现在灵家小辈中, 实力最出众的人, 据说在半年前, 她便是达到了脆体第六重的地步, 也不知道, 现在还有没有精进。 灵虾的名头, 即便是在青阳镇这小辈一带中, 也是能够算作相当不错, 因此, 在灵家中, 她的地位也是相当高, 就算是灵虹, 也不敢得罪于她。 跟自己家的兄弟玩算什么本事? 等到时候, 青阳镇的狩猎开始了, 你若有能力, 跟其他几家的小姨比一下, 若是胜了, 那才叫本事。 灵霞赤道, 大姐头的派头, 倒是相当的足。 灵霞姐说得对, 灵虹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然后抓着赤阳草走进灵洞, 将灵药抛给后者, 旋即用仅有两人听见的声音淡淡地道, 半年后的足笔, 我会进入前三, 然后依次请求爷爷开口, 让我先与青坛定一门右倾, 所以, 替我好好照顾青坛, 这可是我未来的媳妇。 说完, 她还看似熟络的拍了拍灵栋的肩膀, 这才笑眯眯地转身, 带着灵山扬长而去。 望着灵虹的背影, 灵栋拳头却是缓缓紧握了起来, 眼中有着冷意闪动, 她是绝对不会让青坛嫁给这种魂囚。 想要前三, 可没那么容易。 虽说已经被灵虹超越了一大截, 但得到了十福的灵动, 却是有着信心, 配合着她的努力, 定然能够在足笔之前, 赶上灵虹。 本章完, 第十章, 金玉之,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惨土豆。 望着那远去的灵虹二人, 灵虹这才走向灵动几人, 笑道, 灵动表弟, 没事吧? 嗯, 多谢灵虹姐了。 灵动点了点头, 这灵虹以及其父亲, 从小对她都还不错, 因此, 两人关系还算好, 只是这些年, 灵虹勤于修炼, 交流比起小时少了许多而已。 我看刚才你跟灵山交手, 应该是达到了脆体第四重了吧? 灵虹有些讶异地道, 她可是知道, 灵动修炼的时间可还不到一年时间, 一年不到, 便是达到了第四重, 那速度也是相当不慢了。 侥幸吧! 脆体第四重并不容易隐藏, 毕竟这是表现在身体最外部, 所以灵动到并没有隐瞒, 当下点了点头。 看来, 你爹爹地修炼天赋, 倒是被你继承了呀。 灵霞娇笑了一声, 旋即正色道, 不过现在的你, 跟灵虹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据我所知, 她恐怕早在三个月前, 就达到了脆体第六重, 体内衍生了原力种子, 所以, 你尽量还是不要跟她硬碰, 免得吃亏。 嗯, 我知道了, 灵动到没故作逞强, 现在的她, 的确还不是那灵虹的对手, 不过, 她却是有着信心, 将其超越。 嘻嘻, 那你多多加油吧, 我也要回去了, 半年足笔快要到了, 你可得加把劲啊, 你爹可是很看重这次足笔的。 灵霞娇笑着拍了拍灵动的脑袋, 然后与一旁的青塔二人打了一声招呼, 便是甩着马尾便, 转身潇洒而去。 嘿嘿, 灵霞姐真威风, 连那灵虹在她面前都不敢嚣张, 爷爷对她可喜欢着呢, 有时候连武学都是亲自教导, 望着灵霞那修长的倩影, 灵长枪有些羡慕的道, 是你自己懒而已。 灵动白了她一眼, 然后也不再做过多的停留, 领着青坛便是转身而去, 灵长枪跟着跑了一段距离, 看着天色暗了下来, 也就只好有些不舍地离开。 灵动哥, 对不起啊, 我以后再也不偷偷去采药了, 两人走到回家的山路上, 青坛拉着灵动的衣角, 可怜兮兮的道, 没事, 等以后我变强了, 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本来还想责备一下的灵动, 见到少女那楚楚可怜的模样, 心头的火气也是减弱了下去,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旋即又是拍着胸口笑道, 我也想要修炼了。 青坛挺了挺俏鼻, 突然道, 你不是说, 怕修炼会把人修炼丑吗? 灵动笑道, 哪有, 你看灵霞姐不还是那么漂亮吗? 我如果能像她那样, 那灵红就不敢欺负灵动哥了。 青坛涂了涂粉红的小舌头, 煞是可爱的道。 灵动笑着摇了摇头, 手指弹了一下青坛光洁的额头, 道, 回去后不许说今天的事, 知道吗? 哦, 青坛皱着小脸, 拉长的声音, 在山路上回荡着。 虽说灵动与青坛皆是未曾说起下午的事, 不过显然, 这并没有成功地隐瞒过去。 你下午又跟灵山兄弟打架了? 晚饭时, 灵笑放下手中的碗筷, 淡淡地道。 听到这话, 灵动与一旁的青坛身体顿时意紧, 一旁的柳妍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称怪地看了两人一眼。 爹, 不关灵动哥的事, 是我, 青坛怯生生地道。 灵笑瞥了两人一眼, 脸庞上没有太大的波动, 他的目光只是盯着灵动, 道, 听说, 你把灵山打败了。 灵动烧了烧头, 只能干笑着点了点头, 把手给我。 见到灵动点头, 灵笑眼中顿时泛起一抹波动, 他伸出宽大的手掌, 直接便是将前者手臂握住, 轻轻一弹, 平淡地脸庞上终于是涌现一道难以掩饰的喜色, 脆体第四重了。 灵动再度硬着头皮点头。 哈, 好, 得到了确认, 灵笑终于是大笑出声, 笑声中充斥着欣慰与欢愉之色。 望着笑得如此欢畅的灵笑, 灵动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不会挨骂了。 一旁的柳妍, 见到畅笑的灵笑, 也是不由地鸣嘴一笑, 目光宠爱地望着灵动, 他心中明白, 灵笑对灵动, 倾注了多么大的心血。 在他认为, 当年的他, 为灵家损失了一个天才, 也葬送了灵家的希望。 所以, 性格有些执拗的他, 这些年一直都是想要再还灵家一个天才, 而他最为期盼的那个天才, 自然便是灵动。 你进入第三重, 似乎也才十来天时间吧? 怎么会这么快? 欢喜之余, 灵笑突然有点疑惑得到, 十来天时间便是从第三重达到第四重, 那速度可是极其迅猛了, 但并没有依靠什么灵药的灵动, 怎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我也不知道, 自从上次吃了那赤餐后, 就感觉平时修炼时, 效果似乎好了许多。 听得灵笑问起这个, 灵动心头一跳, 在心中迟疑了一会后, 终于还是面不改色地撒了一个小慌, 不知为何, 他总是觉得, 食服的秘密, 还是不要随意暴露得好, 不然的话, 恐怕会有大祸临头。 哦? 闻言, 灵笑也是皱了皱眉, 赤餐不过只是一品灵药,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效果? 难道是冻儿的身体, 对灵药吸收特别强的缘故吗? 我听说, 一些人得天独厚, 身体对于灵药的吸收程度, 远远比常人强数呗。 一旁的柳妍, 笑着道, 嗯, 或许是有些这个缘故。 灵笑也是点了点头, 他倒也是听说过这种事, 不过若灵动真的拥有着这等奇异体质的话, 那有着这修炼速度的话, 倒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看来以前倒是疏忽了, 冻儿若真是有这个天赋, 要在足笔上取得好成绩, 倒不是不可能的事。 灵笑欣慰一笑, 手掌在怀中掏了掏, 然后取出一卷布金, 小心翼翼地将其在桌面上摊开, 顿时一股香气便是弥漫开来, 一株呈现淡金色的枯枝, 出现在了几人眼中。 枯枝通体金黄, 然而在那金黄中, 却是能够看见淡淡的绿色液体, 在其中缓慢地流动着, 如同玉髓一般。 这是二品灵药, 金玉枝。 见到这金色枯枝, 柳颜顿时眼嘴睛声道, 这就是二品灵药吗? 灵动也是好奇了, 看了一眼那金色枯枝, 然后嘴角不着痕迹地撇了撇, 这东西虽然看似不凡, 不过似乎其中所蕴含的灵气, 依旧是比不上 那从石符中渗透而出的神秘液体。 哼, 昨天去了一趟山里, 运气不错, 遇见了这东西, 柳颜, 明月便将金玉枝给冻熬了。 灵药笑着道, 然而还没笑多久, 面色便是微微一白, 剧烈地咳嗽了两声。 爹, 我不需要的, 你还是拿着疗伤吧。 见状, 灵动急忙道, 没事, 在取药时, 遇见了一头难缠的畜生, 脚手下动了气血而已, 不碍事, 而且爹的伤都这么多年了, 这些灵药已是没了太大的作用。 灵孝摆了摆手, 道, 还有几个月, 便是足笔了, 这段时间, 你就尽量地修炼便是, 灵药的事, 爹来想办法。 望着平日颇为严厉的灵孝脸庞上的笑容, 灵动却是眼睛有些泛红, 旋即不再多说什么, 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在心中, 自语地喃喃道, 爹, 放心吧,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时间不早了, 先去休息吧, 明天还要修炼呢。 灵孝挥了挥手, 道, 嗯……, 灵动应了一声, 然后便是雨轻弹下桌, 在走出房门后, 依旧还能听见, 里面灵孝那爽朗的笑声, 这般笑声, 他们都是好久未曾听到了。 拳头轻轻地握了握, 灵动偏过头来, 刚欲让青潭也是回去休息, 却是见到此刻的后者, 一张粉雕玉琢般的小脸, 却是突然间煞白起来, 以丝丝肉眼可见的寒气, 缓缓地从其体内渗透而出, 让得附近地面, 都是出现了细碎的冰屑。 糟了, 寒气又发作了, 见到青潭这突然间变化, 灵动面色也是骤然一变。 本章完 第十一章 英珠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青潭 寒气又发作了, 感受着那从青潭体内渗透而出的一波波阴寒之气, 灵动也是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哆嗦, 玄机面带焦急之色的道。 嗯... 青潭轻咬着牙, 娇小的身体不断地颤抖着, 小脸上也是有着痛苦之色涌动。 我去叫爹! 灵动急忙到! 不要去! 文言, 青潭连忙一把抓住灵动衣角, 寒气迅速地便是在他衣衫上结成了薄薄的冰屑, 没有用的, 爹难得开心, 不要去打扰他, 我忍忍就好了。 望着青潭小脸煞白的那般模样, 灵动也是一阵心痛, 咬了咬牙, 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青潭说得也没错, 就算把父亲他们叫了过来, 也没有半点作用, 到时候, 只不过是多两个焦急的人罢了。 这种寒气发作, 是青潭从小到大经常经历的事, 每隔一段时间, 他的体内便是会有着一种极其浓郁的阴寒之气爆发, 在那种阴寒之气下, 他的体内将会变得无比的剧痛。 十几年来, 也不知道因为这阴寒之气受了多大的苦, 但对于这种阴寒之气, 就算是灵效, 都是没有丝毫的办法。 他曾经妄图使用原力强行驱逐, 但最终的结果, 却是让得他足足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方才将那种诡异的阴寒之气排除体内。 因此, 每当轻弹体内寒气爆发时, 三人都是只能心如刀割地看着抱成一团不断颤抖的轻弹, 却是给不了丝毫的帮助。 我抱你先回房。 灵洞看着被寒气冻得几乎动弹不得的轻弹, 突然屈身, 一把将他抱进怀中, 然后疯狂地对着不远处的房间中窜去。 死死! 冲进房间, 灵洞迅速地将轻弹放在床上, 然后便是急忙在一旁使劲地搓着手臂。 他的双臂都是在此刻变得麻木了下来, 宛如被针扎一般。 灵洞哥, 你, 你先回去吧, 我忍得住的。 轻弹将娇小的身体全部裹在被单中, 虚弱地倒。 不过在其说着话时, 身体抖动得也是越来越剧烈, 这一次的寒气爆发, 似乎要显得更加的猛烈。 豪冷, 豪冷。 轻弹小脑袋从被窝中探出, 小脸苍白, 发丝上都是布满了冰鞋。 一旁的灵洞, 见到这一幕, 却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不断地在床边走来走去。 片刻后, 脚步猛的一顿, 终于是狠狠地一咬牙, 脱掉鞋子窜上床去, 一把便是将轻弹连带着被单紧紧地抱住。 修炼之人, 气血旺盛, 灵洞想要用自己体内的热量, 来化解一些轻弹的痛苦。 虽然他或许也明白, 效果可能不会太大, 但他却是无法忍心, 将轻弹一个人丢在这里, 忍受那寒气的折磨。 灵洞哥, 别! 被寒气, 动得神志有些模糊的轻弹, 也是感觉到灵洞的举动, 当下也是清醒了一些, 急忙到, 对于他以内的阴寒之气, 有多厉害, 他可是再清楚不过, 连灵洞地缘级别的实力, 都是被寒气搞得那般狼狈, 更何况, 灵洞这区区脆体四重。 乖, 没事的, 灵洞紧咬着牙关, 死死地抱着清潭, 虽然有着被单的隔绝, 但他却是感觉, 如同抱着一块万年悬兵一般, 刺骨的寒气, 仿佛一根根锋利的针一般, 狠狠地往其身体上扎。 在抱着清潭后不久, 灵洞的身体, 也是颤抖了起来, 眉毛上都是, 出现了白霜, 牙齿不断地哆嗦着, 不过虽说难受, 但那, 抱着清潭的手臂, 却是越来越紧。 清潭将小脑袋靠在灵洞的怀中, 眼眸望着那不断颤抖的灵洞, 背驰忍不住地紧咬着嘴唇, 眼中有着泪水在打着转, 内心深处, 却是有着淡淡的暖意在生疼,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 然而, 灵洞一家对于他, 却是宛如真正的亲人。 谢谢你, 灵洞哥。 神志越来越模糊, 轻弹得双眼缓缓地闭上, 轻声喃喃道。 寒霜在灵洞身上越来越浓厚, 而他的意识, 也是逐渐地模糊起来, 然而, 就在他即将昏睡过去时, 在其胸口处, 却是突然间传出一股奇异的犀利, 旋即他便是察觉到, 那在其体内疯狂肆虐的阴寒之气, 居然是被这股犀利, 尽数吸扯而去。 刺骨的寒气, 迅速地离体而去, 灵洞有些模糊的神志, 也是再度恢复清醒。 他望着手臂上那些化开的寒霜, 愣了愣, 手掌急忙拉开衣衫, 只见得那贴身存放的石符, 此刻正释放着淡淡的光芒, 隐约间有着一种冰凉的感觉传出, 这石符把阴寒之气吸走了。 灵洞眨了眨眼睛, 脸庞上涌上一抹惊喜之色, 没想到, 这连他爹爹都是奈何不得的寒气, 居然能够被石符吸走。 在灵洞为此而惊讶时, 怀中原本昏迷过去的清潭, 也是发出一道阴宁之声, 双眸缓缓睁开, 他也是在第一时间便是察觉到体内的情况, 当下惊声道, 寒气退了, 好像是的, 灵洞烧了烧头, 然后松开清潭, 笑道, 退了就好, 早点休息。 嗯, 灵洞哥, 谢谢你。 望着灵洞的笑脸, 清潭俏脸略微有些羞红, 低声道, 自家人, 说这些话做什么? 灵洞拍着胸口, 颇有些男儿气概地笑道, 旋即见到天色不晚, 也就不再多留, 对着清潭挥了挥手, 便是转身窜出了房间。 望着灵洞窜出去的背影, 清潭如同一条小美人一般匍匐在床上, 慵懒间竟是显得有些小小的妩媚, 他小手托着香腮, 如玉般光亮的小脚, 在身后轻轻地摇摆着, 在其唇角, 挂着一抹甜甜的笑容。 在离开清潭所在的房间后, 灵洞便是飞快地冲进了自己的屋子, 先是将房门紧锁, 这才将挂在胸口上的那枚石斧取下, 借助着灯光, 只见得在石斧中心的那个小小的凹槽中, 此刻, 竟然是有着三枚豆子大小的乳白色晶体。 灵洞小心翼翼地, 将那三枚豆子大小的乳白色晶体取下, 入手处, 一片彻骨冰凉地在掌心蔓延而开, 那种寒意, 几乎与清潭体内的阴寒之气一模一样, 只不过, 这晶体中的寒气, 似乎要显得柔和许多。 这应该便是, 从清潭体内吸扯出来的阴寒之气所凝成的了。 灵洞握着那三枚白色晶体, 面露成阴之色, 这种阴寒之气, 没有了在清潭体内时的那般狂暴。 甚至, 恐怕都是达到了, 能够让人将其吸收的底部。 虽说距地缘境还有着老远的距离, 但灵洞却是知道, 在踏入地缘境后, 最为重要的事情, 便是吸收天地间的阴煞之气入体, 进而与体内原力相融合, 那样的话, 将会大大的增强原力的攻击性。 而若是达到天缘境的话, 则又是, 要吸收天地间的阳刚之气, 到得最后, 体内阴阳交态, 方才能够凝成原丹。 故而此举修炼, 则又是, 被称为切阴阳。 所以, 对于地缘与天缘两个境界, 阴煞与阳刚之气, 几乎是最为重要的。 再者, 天地间, 阴煞与阳刚之气, 也是有着三六九等之分, 各自品质有所高低, 不过大多数的人, 还是直接从天地间吸收的阴阳二气, 如此最为方便简洁, 不过威力嘛, 自然是要稍稍弱一些, 毕竟, 那些特殊的阴阳二气, 可并非是说, 能够遇见就能遇见的。 当然, 也不乏一些本钱雄厚的人, 吸收特殊的阴阳二气, 如此一来, 比起同等级的高手, 他们显然是要更强一些。 另外, 在地缘与天缘境界时, 所吸收的阴阳二气品质越高, 所结成的原丹, 也将会越强。 因此, 对于一些有本钱的人来说, 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天地间各种奇特的阴阳二气, 以此来令得自己所结的原丹, 品质更好一些。 而很显然, 灵动虽然还没见识过所谓的阴煞之气, 但他可以肯定, 他手中的这种白色阴珠, 品质绝对会比天地间的自然阴煞之气, 要强上不少。 说不定, 其阴煞之气, 都是达到了三等, 甚至更上的品质。 而这, 对于一些地缘境界的高手来说, 拥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 本章完 第十二章 第十响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这阴珠倒是可以偷偷给爹使用。 灵动舔了舔嘴, 目光有些火热地盯着手中的那三枚阴珠, 正好如今的灵啸退回了地缘境。 若是它能够将阴珠中的阴煞之气所吸收的话, 其实力必然会有所提升。 只不过, 在这之前, 却是得先将灵啸体内的伤给治好。 不然的话, 拖得越久, 对于它来说, 就越不利。 这几日寻个机会, 将那十伏液体给爹使用了, 试试能不能治愈它体内的伤势。 现在的灵啸, 体内伤势太重, 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地淤积下来, 更是对它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如果不将这些伤势清除的话, 灵啸恐怕无法安然吸收, 这阴珠之内的阴煞之气。 若是爹爹恢复了当年的实力, 在灵家中地位也是, 将会立刻恢复。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灵家中达到了天元镜的, 也不过才区区三人而已。 天元镜, 放眼整个青阳镇, 都是排得上号的高手, 在这里, 一个势力的强大与否, 最重要的, 便是拥有的天元镜高手的数量。 所以, 如果灵啸再度恢复天元镜的实力, 不仅地位会回升, 而且他的那种颓废, 应该也是会扫除而去, 而那将会是灵洞、柳妍、 青檀三人最期盼见到的一幕。 想到灵啸恢复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模样, 灵洞也是忍不住地黑黑一笑, 然后从房间中找出一个小瓶子, 小心翼翼地将三枚鹰珠收入其中, 这东西若是拿出去, 恐怕足以换到三品的灵药, 价值可是相当的高。 在做完这些事情后, 灵洞方才松了一口气, 一股酸痛的感觉, 突然从体内蔓延而出, 先前虽说有着食服帮忙吸收, 那从轻痰体内蔓延而出的阴寒之气, 但他的身体, 依然是被那种刺骨的阴寒之气, 来回地冲刷了一遍, 被寒气入梯了, 体内阵阵的酸痛感觉, 也是令得灵洞面色一变, 不过紧接着, 他便是发现, 那种酸痛的感觉, 似乎沾附在体内骨骼上, 那种感觉, 就仿佛有着什么东西, 想要往他骨骼里面钻一板, 练骨, 这一发现, 当下便是, 让得灵洞眼皮忍不住地跳了跳, 所谓练骨, 便是脆体第五重的步骤, 这一步, 便是锻炼体内骨骼, 令得骨骼越发的坚韧, 从而令得力量与速度, 都是有着极大的增幅, 不过, 灵洞进入第四重, 可才没多久, 原本按照他的预料, 就算是有着石浮液体的相助, 想要出现这种感觉, 至少也是得需要近十天左右, 怎么现在就会出现了? 是轻弹体内寒气的缘故, 略意思索, 灵洞便是猜到了问题所在, 当下脸庞上, 也是涌现惊恶之色, 轻弹体内的寒气, 居然对淬炼人体, 有着这般奇效, 轻弹体内寒气太过强大, 看来应该还是石浮自动地过滤了寒气中的狂暴, 将一些有益的东西, 留在了体内, 灵洞皱着眉头, 当初灵啸地缘境的实力, 都被那种阴寒之气, 搞得休养了半个月, 若说他这区区脆体四重, 就能够将这寒气抵抗的话, 那简直就是笑话, 因此想来想去, 多半还是石浮的功劳, 没想到轻弹体内寒气, 竟然还有这种效果, 不过寒气爆发, 可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话音刚落, 灵洞便是忍不住地呸了一声, 每次寒气爆发, 都会让得轻弹受苦, 如果要用这个代价, 来换取那些所谓阴珠的话, 灵洞可是绝对不敢, 将心中的一些念头迅速压下, 灵洞也是伸了一个懒腰, 直挺挺地倒在床上, 旋即眼睛逐渐地闭上, 胸膛处的石浮, 也是再度地散发出淡淡的光泽, 这段时间, 灵洞对这石浮, 也是有了一些了解, 它所进入的那种黑暗空间, 应该算是一个精神空间, 它的肉体并不能进入其中, 但在其中所学到的一切东西, 却依然是能够一般无二地反馈回现实中, 黑暗空间, 人影与光影再度闪动, 清脆地啪啪之声, 响个不停, 灵洞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光影的任何动作, 甚至连后者身体的一丝丝细微抖动, 都是被其牢牢地记在脑海中, 经过这么久的修炼, 对于通贝拳, 灵洞虽然不敢说是登峰造极, 但也算得上是登堂入室, 有时状态好时, 经常能够将九响镜彻底地施展出来, 不过, 虽说对于通贝拳, 已是相当熟练, 但那所谓的第十响, 它却依然没有太大的进展, 啪啪, 当光影手中再度爆发出第九响时, 灵洞的精神, 陡然间高度集中了起来, 而在那一煞, 它的神智, 居然是出现了一种细微的恍惚, 那种感觉, 就仿佛, 它此刻变成了那一道光影, 光影身体每一处的力道运用, 甚至肌肉抖动, 都是在它脑海中, 清醒地呈现了出来, 啪, 一道低不可闻的低沉声响, 再度从光影手中发出, 一股强烈的劲道, 在其掌心成形, 最后呼啸而出, 威力甚是强横, 原来是这样, 灵洞的双眼, 也是在此刻涌上了亮光, 脸庞上, 充斥着兴奋之色, 它终于是发现, 所谓第十响的奥妙, 在先前那种奇异状态中, 灵洞清晰地感觉到了, 光影的所有用尽力道, 以及方式, 那所谓的第十响, 原来并非是从手臂上发出, 而是从身体内部发出, 九响为外, 第十响, 却是由内而出, 通过这种方式, 使得肌肉与骨骼完美配合, 将那即将到顶的第九响力道, 再度推向一个巅峰, 这, 就是通辈全第十响, 灵洞兴奋的身体, 都是有些颤抖, 这种特殊的配合方式, 即便是灵效, 恐怕都是不知晓, 若非先前那种奇异状态, 灵洞也不可能会摸索到, 这第十响的奥妙, 按照他的推测, 若真的是将这第十响施展出来的话, 这痛背拳, 就算是在下沉二品武学中, 或许都是能够算得上威力不凡, 虽说灵洞还并没有彻底地掌握到这第十响, 但有了这般领悟, 他却是有着信心, 将其修炼成功, 而一旦将这痛背拳第十响修炼成功, 这无疑将会成为他的一技杀招, 到时候, 就算是面对着灵洞这等超越了他两重, 并且拥有了原力的对手, 灵洞也是能够与其相拼, 一想到灵洞竟然想采取那种手段来迫使父亲同意他与清谈的右倾, 灵洞心头便是有着怒火生疼, 这一次, 我就要把你打得没脸踢这件事, 灵洞冷笑了一声, 玄机面色肃木而起, 通背拳的架势再度施展而开, 现在他与灵洞还有着一些差距, 所以还必须得努力, 啪啪, 黑暗的空间中, 少年身姿再度如猿猴般的斩动, 汗如雨下, 仿佛不知疲倦般, 一遍又一遍地施展着一套通背拳, 清脆的啪啪之声, 在空间中回荡不休, 他要尽快地将这第十想彻底掌控, 本章完, 第十三章, 疗伤,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 灵洞的生活, 再度回归了以往那般规律, 白日疯狂地锻炼着, 一旦感觉到疲惫不知时, 他便是会溜进山洞, 不出半小时, 又是活蹦乱跳, 精力充沛地跑了出来, 一套套通被全虎虎生风的施展而开, 令得密林间不断地响起清脆的啪啪之声, 如此高强度的锻炼, 整个灵家小辈中, 恐怕无人能够达到, 毕竟那实时的作用, 就算是寻常的三品灵药, 都是比不上, 而且由于被稀释过的缘故, 那种液体也是相当温和, 不会对身体造成半点的伤害, 说起来, 倒的确最适合灵动这种处于修炼初期的人, 而在夜晚时, 灵动也会再度进入, 那黑暗的精神空间中, 在那里, 一遍又一遍地锤炼着越发熟练的通被拳, 在那般废寝旺石般的修炼下, 通被拳的进展, 也是相当之大, 到的现在, 灵动已是能够逐渐熟练地掌握九想境, 甚至连那第十想, 都是领悟得越来越深, 虽说依然还没有修炼成功, 但灵动却是明白, 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而或许是因为, 上次被灵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所震慑到, 原本隔三差五, 便是会来找寻麻烦的灵山, 如今也再也不敢出现在灵动的面前, 想来他也是明白, 现在再去找麻烦, 也只不过是自讨苦吃而已, 灵山的收敛, 也让得灵动这段时间清静了不少, 这才让得他能够安心地, 将精力完全投注在修炼之上, 眨眼间, 一周的时间, 便是这般在安静与充实中, 悄然而过, 一周中, 灵动倒也是在寻找着机会, 想要将食服液体给灵孝使用, 不过由于灵孝这段时间一直在往外跑, 导致机会也是不多, 故而, 他也是只能暂时地压下心中念头, 然而, 当这种压制持续到第八天时, 灵动终于是无法再忍耐下去, 因为灵孝再度受伤了, 当正在练功的灵动听到轻弹那焦急的声音时, 他的脑袋几乎是当场嗡鸣了起来, 然后急忙飞奔回家, 闯进房间, 正看见灵孝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如纸, 衣衫下, 有着点点血迹渗透而出, 爹今天去深山采药, 结果, 遇见了一头厉害的妖兽, 在灵动身后, 轻弹眼圈有些泛红的低声道, 闻言, 一股愧疚, 顿时从灵动心中涌出, 眼睛也是不争气得有点红, 男人有什么好哭的, 不过是受点伤而已, 灵孝也是看见了站在门口的灵动, 稍稍做起点身体, 刚欲摆出严厉的面孔, 伤口便是传来一阵剧痛, 让得他表情有点扭曲, 都现在了, 还逞强, 这灵药, 我先帮你熬了, 一旁的柳妍, 微怒地瞪了一眼灵孝, 然后不由分说, 便是抓起一旁的, 一株淡绿色的草药, 哎, 那是给段的, 见状, 灵孝一急, 连忙道, 娘, 我去熬药吧, 你和清潭看着点点, 灵孝话音刚落, 灵动便是冲了进来, 一把从柳妍手中, 将灵药抢过, 然后丢下一句话, 便是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这小子, 瞧得溜得比兔子还快的灵动, 灵孝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中却是略微地有些暖意, 灵动的离去后不久, 便是再度归来, 此时在他手中, 端着一个青瓷碗, 碗中, 盛满着深绿色的药液, 远远地便是有着药香渗透而出, 爹, 把药喝了吧, 灵动笑着凑上前来, 哎, 你这小子, 灵孝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现在心痛已是没了作用, 他也只能接过碗, 然后也不多说, 一口便是灌进嘴中, 望着灵孝将药液尽数喝光, 灵动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迫切之色, 那药液中, 自然是被他掺杂了十伏液体, 只是不知道, 那十伏灵液, 对于灵孝的伤势, 究竟能有几分的帮助, 姑, 一口喝光药液, 灵孝将碗放下, 看着面前, 那把自己直愣愣盯着的灵动, 刚欲板脸, 他的脸色, 便是突然间变得如同火烧般涨红起来, 爹, 见到灵孝突然间变成这幅模样, 一旁的轻弹顿时下的花容湿色, 噗哧, 在轻弹与柳岩湿色的面容下, 灵孝身体的温度越来越高, 脸色也是越来越涨红, 片刻后, 嘴巴突然一张, 一口腥臭的黑血, 直接喷了出来, 小哥, 你没事吧, 看见灵孝竟然吐血, 柳岩急忙扑了过去, 眼中都是被急出了泪水, 灵孝是这个家的支柱, 他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这孤儿寡母的可该怎么过? 灵孝急促地喘着呼吸, 脸庞上的胀红迅速地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略偏向于健康的红润。 我的伤, 灵孝呆呆地望着自己的手掌, 这一煞, 他能够感觉到, 体内淤积了数年的伤势, 居然是在此刻被冲淡了许多, 那种气血顺畅的感觉, 让得他身体的五脏六腑, 都是再度充盈着澎湃的力量, 这种感觉, 他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再尝试到了。 柳岩, 我的伤, 我的伤, 灵孝激动地浑身颤抖, 他抓着柳岩的双手, 原本不言狗笑的脸庞, 此刻却是涌动着狂喜之色。 柳岩也是被灵孝的这般激动模样, 弄得片刻, 才回过神来, 脸颊上也是涌上了难以置信, 你的伤好了? 嗯, 嗯, 快了, 快了。 灵孝的声音, 因为激动都是有些不连惯起来, 最终, 他终于是忍不住地, 一把将柳岩抱在怀中, 仰天大笑, 笑声中, 有着解脱, 也有着数不清的心酸, 这些年, 因为体内的伤势, 他的实力寸不未尽, 虽然表面上强行装出不在乎, 但任谁都是, 能够感觉到, 当年那灵家中最意气风华的人, 正逐渐被颓废所取代着, 不过, 天不绝人之路, 没想到, 那数年来都是, 没有任何复原动静的伤势, 在今天, 居然会出现这般变化, 望着拥在一起喜结而泣的爹娘, 灵动也是抹了一把眼睛, 然后咧嘴一笑, 食服灵药的效果,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日后只要再来几次, 想必要彻底治疗灵霄的伤势,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而到时候, 伤势一旦痊愈, 灵孝止步不前的实力, 也定然会再度掌动, 灵动心中轻吐了一口气, 然后拉着一旁小脸上, 满是欣喜的轻弹, 缓缓地退出房间, 嘎, 轻轻地关上房门, 灵动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微笑, 用仅有自己听见的声音喃喃道, 爹, 放心吧, 您一定会再度成为灵家的顶梁柱, 本章完, 第十四章, 五等, 阴煞之气,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食服液体, 对于灵孝的疗伤效果, 好的出乎灵动的预料, 短短五天不到的时间, 他脸庞上那种存在了数年时间的病态苍白, 便是逐渐地消退而去, 一种充满着生机的气息, 再度出现在了灵孝的身体上, 灵孝伤识的逐渐恢复, 显然是一家中最为振奋人心的消息, 不管怎样, 灵孝毕竟还是家里的良柱, 他若是倒了, 孤儿寡母的生活, 的确不好过, 而因为伤势的恢复, 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心病也是消失, 灵孝那素来不言狗笑的脸庞, 也是多出了不少的笑容, 看得出来, 他心中同样是很激动, 对于灵孝的变化, 灵动自然也是满心的欢喜, 平月修炼, 也是更加的感到活力充沛, 这段时间, 食池之中的那种食服液体, 也是彻彻底底的消散而去, 因此, 灵动也只能开始往里面, 滴入食服液体, 不过好在, 一滴食服液体, 能够让得他吸收食数日, 这样的挥霍, 以食服凝聚灵液的速度, 倒还支撑得起, 灵动的修炼进展, 因为食服灵液, 以及自身勤奋的缘故, 一直都是保持着一个喜人的速度, 这几日中, 他体内骨骼中所传出的那种痒痛之感, 也是越来越浓烈, 那种感觉, 就仿佛有着无数的蚂蚁, 在不断地是咬着骨头一般, 感觉挺难受, 但这对于灵动来说, 却是绝大的好消息, 因为他明白, 这是修炼到体内骨骼时, 方才会出现的情况, 而一般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也就是说明, 他的锻炼, 正在从皮肤, 深入到骨骼, 等到这种痒痛达到顶点时, 那么他的骨骼, 就已是被初步强化, 那时候, 便是真正地踏入了脆体第五重, 当然, 这种强化需要不短的时间, 即便灵动有着十伏灵液相助, 或许每个月许左右, 也都无法完成这一步, 时间不短, 但灵动却是很享受这种体内力量, 在一天天增强的清晰感觉, 而在修炼之余, 自然也是少不了, 那越发纯熟的通辈拳, 通辈拳的久享境, 经过灵动无数次的锤炼, 以及光影的完美教导, 已是勉强能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施展时, 倒也是信手拈来, 颇有些不凡气势, 而至于第十响, 这些天的摸索, 灵动对其领悟, 也是越来越深, 有时候施展时, 居然也是能够隐隐间从体内发出声响, 虽说还没有从光影体内传出的那道声音, 苍静低沉, 但却的确算是不小的进步, 啪啪啪, 空旷的灵家, 一道身影如灵猴一般, 双臂舒展间, 有着清脆之声在灵间回荡着, 六响, 一套拳法完毕, 足足有着六道声音传出, 好, 不错, 灵孝望着收工而立的灵动, 满意地点了点头, 能够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将通辈拳修炼到六响, 这个速度, 已是相当不慢了, 嘿嘿, 灵动嘿嘿笑了笑, 心中却是暗自偷笑, 若是灵孝知道, 他其实是能够打出九响甚至十响的话, 不知会不会当场傻掉, 爹, 最近看来气色不错呀, 伤权好了吗? 灵动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笑着道, 呵呵, 差不多了, 灵动这种问话, 若是放在半月之前, 灵孝必然会脸色一沉, 但现在, 他却是丝毫不恼, 脸庞上反而是出现了一抹, 以前难得看见的笑容, 闻言, 灵动心头也是一喜, 啊, 那爹想必, 很快就能恢复到天原境了吧, 灵孝沉吟了一下, 却是摇了摇头, 苦笑道,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年伤势太重, 虽说最近不知为何, 伤势迅速减少, 但毕竟还是有着一些后遗症, 至于能否再度踏入天原境, 还得看运气, 话虽这么说着, 但灵孝显然还是有着不小的信心, 不管怎样说, 他当年在灵家, 也算天才般的人物, 这些年寸不未尽, 只是因为伤势的缘故, 只要伤势一毫, 一切都是, 有可能的, 灵动点了点头, 天原竟放眼整个青阳镇, 都是排得上号的高手, 要重新恢复, 的确不是嘴巴动动的事, 爹, 前两天我在山林看见了这个东西, 你瞧瞧是什么, 灵动眼睛转了转, 突然从怀中, 取出一枚约摸豆子大小的白色珠子, 然后递给灵孝, 灵孝倒是没怎么在意, 随手接过, 瞥了一眼, 刚欲笑着摇头, 却是骤然感觉到, 一股精纯的阴煞之气, 从那白色珠子中渗透而出, 当下面色, 便是聚变了下来, 五等阴煞之气, 灵孝呆呆地望着手中, 那并不起眼的白色珠子, 眼中立刻便是涌上了震惊之色, 五等阴煞之气, 灵动好奇得道, 由于与那个层次, 还有着一段距离的缘故, 因此对于所谓的阴煞之气, 他也是知道的并不详细,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灵孝目光紧盯着灵动, 神色有些激动的道, 在山中捡道的, 灵动喃喃道, 虽说完全信得过父亲, 但他总是感觉到, 这石斧有些不凡, 若是传出任何一点风声, 或许, 遭来灭门之祸, 都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闻言, 灵孝一正, 玄机苦笑着点了点头, 这等宝贝, 若是能够大量拥有的话, 那也的确太过奢望了。 爹, 这五等阴煞之气是什么? 灵动问道, 天地间, 阴煞之气与阳刚之气, 分为九等, 一等最次, 九等最高, 而一般的地缘境高手, 从天地间吸收的阴煞之气, 顶多只是, 徘徊于二等或者三等层次, 我以往所吸收的阴煞之气, 也不过才第三等而已。 灵孝面露回忆之色, 道, 你所捡到的这阴珠之内, 所蕴含的阴煞之气, 按照我的预判, 起码是达到了五等层次, 这对于一些地缘境的高手来说, 可是拥有着绝大的诱惑之力。 地缘境吸收阴煞之气, 天缘境吸收阳刚之气, 而后阴阳交态, 凝聚成阴煞, 灵孝舔了舔嘴, 接着道, 你或许不知道, 同样的阴煞境, 也是有着品质的高低之分, 细细化分, 有着九种, 被称为九星元丹, 一星元丹最次, 至于九星元丹, 我倒是没听说过, 大阴王朝, 有人拥有着这种品质的元丹, 当然, 也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的缘故。 而元丹的最终品质, 也是取决于, 你在地缘与天缘境时所吸收的阴煞之气, 与阳刚之气, 是何等的层次。 所以说, 地缘境与天缘境, 都是在未进入元丹境打底蕴。 灵洞听得暗暗扎舌, 没想到这阴煞之气, 与阳刚之气如此重要。 你这阴珠若是拿出去的话, 怕是会引起不少地缘境高手的眼红, 五等阴煞之气。 嘿, 这可不好找。 灵笑道, 嘿嘿, 爹刚好是地缘境, 这阴珠爹拿去用便是。 灵洞嘿嘿笑道, 闻言, 灵笑老脸也是一红, 旋即干咳了一声, 也不交作。 手掌一翻, 便是将阴珠收起。 这阴煞之气对他来说, 的确很重要。 见到灵笑收下阴珠, 灵动心头再度暗笑, 旋即眉头微凝, 这阴珠, 是从轻弹体内渗透而出的寒气所凝。 而光是一些渗出的寒气, 便是达到了五等层次。 那不知道, 轻弹身体内部的寒气, 又将会是何等的可怕? 如此可怕的寒气, 轻弹的身体, 究竟是什么回事? 本章完, 第十五章, 脆体第五重,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夏日炎炎, 一月时间, 几乎是眨眼变过。 一月中, 灵动再度偷偷在灵笑的药液中, 掺杂了食服灵液, 而在食服灵液那奇笑下, 灵笑体内的伤势, 也是在这一月内几乎完全恢复, 以往那种颓废以及苍白, 已是尽数消散殆尽。 而在这段时间内, 灵动本身的修炼, 也是取得了极为不菲的成就, 在食服灵液的帮助下, 他体内骨骼所传出的那种养痛之感, 也是越来越浓郁。 而且, 在那养痛之下, 还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体格以及力量, 都是在飞速地增长着。 这种感觉, 让得灵动分外的欣喜, 因为他明白, 他很快便是能够达到真正的脆体第五重。 呼呼, 凉爽的山洞之中, 一道身影, 仅仅只有双指摁在地面上, 双腿平行离地, 借助着双指的力量, 来支撑着整个身体不断地起伏着。 汗水将他的衣衫尽数打湿, 脸庞上, 一股股的汗水流淌而下, 在地面上汇聚成一大片的水迹。 碰! 全身的肌肉都是在此时蠕动起来, 不过约莫半个小时后, 灵动终于是彻底的力竭, 手臂一软, 身体便是直接倒了下去, 躺在地面上, 嘴中不断地喘着粗气, 一种极端的疲软的感觉, 从身体每一个部位蔓延而出。 扑通! 灵动咬着牙, 忍耐着那因为透支而酸软的身体, 挣扎着起身, 然后衣服也不脱, 一头便是栽进了石池之中。 随着灵动落进石池, 石中顿时涌出淡红色的气泡, 然后无孔不入地对着灵动浑身毛孔钻了进去。 灵动四氧八叉地漂浮在石池上, 现在的他, 已是只有吸气的力量, 他能够感受到, 浑身的细胞, 都是在这一刻, 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不过这种抗议, 当那些淡红色的液体流进身体时, 立刻便是化为了极度的贪婪, 一口一口疯狂地吞噬着。 灵动闭着眼睛, 享受着这种透支后的充饮补充, 刚欲伸一个懒腰。 他的身体, 突然间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了起来, 一种剧痛, 从体内骨骼之中蔓延而出, 飞快地扩散到身体的每一处。 突如其来的剧痛, 让得灵动瞬间便是紧摇起了牙关, 然而眼中, 却是在此刻涌上了狂喜之色。 要突破了! 这种感觉, 正是灵动这一月以来, 翘首已盼许久的突破之机。 剧痛, 飞快地传出, 那种感觉, 就如同有着钻子, 在使劲地对着骨骼里面钻一般。 在这一刻, 灵动能够清晰地察觉到, 体内的骨骼, 似乎都是在此刻, 以一种缓慢的速度。 变得更强, 更坚韧。 剧痛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过短短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种剧痛便是逐渐地淡去。 而伴随着剧痛的消失, 灵动却是陡然间变得精神抖擞, 直接从石池中一跃而起, 身子一挺, 一股清脆的噼里啪啦之声, 便是从他体内传出。 而他的身高, 也是在此刻稍稍地跋升了一点, 看上去仿佛更加的健壮。 啪啪啪啪。 一落地, 灵动一套熟练无比的通背拳便是施展而开, 清脆的声音, 在山洞之中, 此起彼伏地响彻而起, 隐隐间, 那种声音之中所隐含的力道, 比起以前时, 显然是要强上一筹。 碰! 戴得第九响落下时, 灵动一拳轰在一块岩石之上, 只见得那岩石上, 立刻便是出现了几道裂缝, 进入脆体第五重后, 不论是身体的强度, 或者还是力量, 都非第四重可比。 见到这一幕, 灵动也是咧嘴一笑, 刚欲收工而立, 心中却是一动, 手势并未收回, 反而是闭上了双眼, 感受着那种劲道在体内肌肉, 骨骼之间穿梭的奇异之感。 而在感受时, 灵动的身体, 也是顺着那股劲道的穿梭, 出现了极为细微的摆动, 甚至, 连其衣衫下的皮肤, 都是在此刻, 泛起了一层极淡的波浪。 浑身的肌肉, 仿佛都是被调动了起来, 将一层层的力量推涌而出, 最后飞快地凝聚在了灵动的手臂之上。 啪! 当那一层层的力量涌至拳头时, 灵动禁闭的双眼陡然睁开, 一道极为细微的脆声, 从其体内悄然传出。 这道声音并不嘹亮, 但却是满含着苍劲的力量质感。 啪! 力至全肩, 灵动深吸了一口气, 一声低喝, 直接是狠狠地轰向了面前那坚硬的岩石, 低沉之声响起, 一道道裂缝飞快的自岩石上蔓延而开, 最后终于是啪的一声, 爆裂而开。 好强的威力! 灵动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四分五裂的岩石, 脸庞上充斥着难以置信, 这种威力, 简直都是能够跟一些下乘三品的武学相媲美。 通辈全地识响, 居然这么强! 片刻后, 灵动终于是回过神来, 兴奋之色涌上双眼,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地施展出地识响, 而那威力也让得他明白, 为什么这地识响居然会如此的难以修炼, 原来, 竟是拥有着这等威力。 按照灵动的推测, 若是现在再遇见灵红, 他完全能够凭借这痛被全地识响与其占个不分上下, 三品五学, 就算是对于灵驾来说, 也是唯有着寥寥数种而已, 现在的小一辈中, 有资格修行的人, 恐怕还真找不出来。 嘿嘿, 灵红, 你就等着吧。 想起当日灵红那种漫不经心, 直接将轻弹当成了他置物的可恶模样, 灵动便是忍不住地握着拳头, 滴滴地冷笑了一声, 然后将目光投向石池, 眉头皱了皱, 经过这段时间的石池浸泡, 他发现, 那种被稀释过后的石浮液体, 已经开始有些溅露疲态, 效果也远远比不上刚开始的时候。 看来被石池稀释后的石浮液体, 已经无法满足我现在的需求, 以后想要快速地达到最重要的翠体第六重, 或许就只能使用完整的石浮灵液了。 翠体第六重, 算是初步修炼之中最为重要的关卡, 到了这个层次, 便是能够修炼出原力种子, 而只有拥有了原力种子, 方才能够算作踏入了修炼的门槛。 因此, 这一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灵动面露沉阴之色, 然后从怀中取出一个透明的瓶子, 瓶子中几乎已被灌满了小半瓶的深红色石浮灵液。 望着那数量足够的石浮灵液, 灵动嘴角, 这才浮现一抹安心的笑容。 本章完, 第十六章, 八荒掌, 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自从顺利突破到脆体第五重之后, 灵动那疯狂的修炼倒是略微地减缓了一些速度。 虽说有着石浮灵液相助, 但毕竟凡事都得讲究一个度, 超过了那条线, 反而是有害无益。 因此, 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中, 灵动显得轻松了不少, 有空的时候, 便是锤炼着那已是炉火纯青的通辈泉, 经过那一日的领悟, 现在的灵动已是能够顺利地将通辈全第十想施展而出, 只不过此事倒是只有他一人知道, 毕竟, 这还得当作一个杀手捡留着。 而在这般略作修整了几日后, 灵动方才再度展开修炼, 不过这一次, 他却并没有再去实施浸泡, 因为那样对于他来说, 已经没有了太大的用处。 所以, 灵动已是打算正式地吞服石浮灵液。 对于这个打算, 灵动也是, 愁出了一天时间, 方才决定下来, 石浮灵液之中所蕴含的灵气, 显然极其地浓郁, 那种程度。 按照灵动的猜测, 恐怕就算是寻常的三品灵药, 都是比不上, 那种强悍的药力, 一个不慎, 很有可能会补过头, 那样反而伤身。 不过不这样做的话, 光是依靠西式过后的石浮灵液, 效果已是有些微小, 但具足笔已是只有三个多月, 灵动必须在足笔之前, 让得自己进入脆体第六重, 那样的话, 才有把握将灵虹击败。 不然, 一旦那家伙取得不错的成绩, 必然会以此, 向爷爷请求与清谈的轻视, 到时候, 灵孝万一不同意, 又是会闹得不愉快, 那不是灵动想要看见的。 所以, 为了杜绝此事, 唯一的方法, 便是打得那灵虹没脸开口。 但是, 灵虹此人, 虽说让得灵动极其不喜, 可毕竟的确有着几分能力, 他早在数月前, 便是踏入脆体第六重, 谁能知道, 他不会在足笔之前, 再度有所精进。 所以, 灵动也是, 必须准备周全。 有了这些顾虑, 吞浮石浮灵液修炼, 显然是无可避免。 哼! 房间中, 灵动望着面前的一碗深红色液体, 深吐了一口气, 然后一咬牙, 直接将其端起, 咕噜咕噜地尽数灌进嘴中。 随着深红色液体入体, 灵动的面色, 几乎是在刹那间, 便是火红了起来, 一股股白烟从头顶渗透而出, 然后鸟鸟生起。 哥哥! 灵动牙齿不断地打着颤, 那些灌进身体的深红色液体, 仿佛是在此刻变成了岩浆一般, 顺着他的身体内部倾斜而下, 所过之处, 传出无法忍受的灼痛之感。 他的双臂, 死死地抱着身体, 逐渐地瘫倒在地, 痛苦地蜷缩在一起, 抵抗于忍耐着身体之中传出的剧痛。 房间中, 一道身影在地面上痛苦地滚来滚去, 被压抑的吸气声, 显得有些嘶哑。 他害怕叫得太大声, 会将灵啸他们惊动过来。 那种非人般的折磨, 持续了足足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方才逐渐地退去。 伴随着最后一丝灼痛从体内散去, 灵动颤抖的身体, 方才缓缓地平息下来。 他重重地喘了几口气, 然后就这样无力地躺在了地面上。 在他仰面躺倒时, 身体之中, 突然渗透出一股股略显温良的药力。 这股药力一出现, 便是迅速地融入他浑身骨骼中。 隐隐间, 他感觉到有着什么东西, 进入了骨骼深处, 传出一种细微的酥麻质感。 练力入水 察觉到那种源自骨骼深处的酥麻, 灵动精神猛的一阵。 所谓练力入水, 便是脆体第六重的步骤。 这一步, 需要将力道与骨髓相融, 从而令得骨髓之中, 诞生源粒种子。 这苦, 吃得倒是划算。 灵动抹了一把脸庞上的汗水, 突然黑黑一笑, 按照正常情况, 想要练力入水。 每个两三月时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这食服液体, 却是生生地将这个时间缩短了无数倍。 虽然在吞服时要吃不小的苦, 可与那收获相比较起来, 却是有些显得微不足道了。 药力在体内还会残存几日, 这可不能浪费了, 得开始加大修炼强度了。 灵动爬起身来, 他能够感觉到, 体内上还残留着一些食服液体的药力。 这些药力也是不菲, 可不能轻易地浪费了。 毕竟他手头的食服液体, 也并非是可以无限消耗, 节节点总归是好的。 活动了一下身子, 灵动满意的一笑, 然后便是推门而出, 继续着那一日复一日的苦修。 在尝试到了, 直接吞服食服灵液的好处之后,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灵动约莫每隔四天时间, 便是会吞服一滴食服灵液。 四天一滴, 这样的消耗, 让得灵动都是有些心疼, 虽然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这食服灵液的价值, 但想来, 至少是不会比一些三品灵药低便是, 而每隔四天时间, 便是消耗一株三品灵药, 这种奢侈的消耗, 整个青阳阵, 恐怕都是没几个人承受得起。 当然, 消耗虽然巨大, 但那成效的确是相当的不菲, 短短半月时间, 灵动便是感觉到骨骼深处, 就仿佛有着什么东西在燃烧一般, 那种感觉, 就如同有着什么东西, 即将从骨髓之中诞生一般。 而在灵动对着脆体第六重进军的闲暇时, 他也是再度缠上了灵孝, 而此次他的目的, 则是想要从灵孝拿里, 再次学得其他的武学。 通辈拳, 经过数月的修炼, 已被灵动彻底掌握, 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 拥有着神秘石符那奇异的能力。 这些武学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条变强的捷径, 就算是普通的武学, 也是能够在石符光影的教导下, 变得不平凡起来。 这些武学, 能够多修炼一些, 对于他来说, 总归是没有坏处。 当然, 他虽然这么想, 可灵孝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武学虽重要, 但最为重要的, 还是本身的实力。 他担心灵动因为修炼武学, 而耽搁了本身的修炼, 那样的话, 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不过, 他的这种担心, 在当灵动将一套通辈拳打出七响时, 终于是无话可说, 用古怪的目光看着灵动好半天, 方才不得不承认, 他这个儿子, 似乎在武学的修炼上, 有着超越他的天赋。 在用本身的表现, 将灵孝说服后, 灵动顺利地从他手中再度得到了一套武学, 八荒掌下成二品武学。 对于这套掌法, 灵动很满意, 因为他曾经听说过, 似乎那灵红, 主修的武学也是这套掌法。 灵动很想看见, 若是在足笔时, 那灵红发现, 前者所施展的的八荒掌, 远远超过他时, 那表情会是何等的精彩。 夜深人静, 灵动也是再度进入到了那片黑暗的精神空间中。 这一次, 在灵动出现时, 黑暗的空间中却是出现了两道光影。 而望着那第二道光影手中所施展的熟悉掌法时, 灵动的脸庞上也是浮现了一抹迫不及待的笑容。 他想要知道, 这套下诚二品的武学在这光影手中又是能有着多大的改变。 本章完 第十七章 歇湖 小说 舞动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黑暗的精神空间之中, 两道光影几乎同时舞动, 声势皆是不弱的拳法与掌法, 便是施展而开。 灵动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着那新生的光影, 此刻后者手中所施展的, 正是他今日, 方才从灵孝哪里学来的八荒掌。 这神秘石符倒是神奇, 想来应该是从我的脑海中, 将我所吸回的东西,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投射出来。 而且, 在投射的过程中, 还改变得完美起来。 灵动若有所思, 虽说这种奇特的能力, 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事实既然已经出现, 那他自然是会选择相信。 所谓的原理他搞不清, 所以还是只能安心地修炼, 反正这对他也没什么坏处, 杞人忧天, 只不过是自找不痛快而已。 想到此处, 灵动也是将新神完全地投入到 那施展着八荒掌的光影身上, 八荒掌以刚猛著称, 大开大合, 看上去朴实简单, 然而掌风之中, 却是满含着力量之感。 灵动全神贯注地看着光影, 施展了几遍八荒掌, 眼神逐渐地凝重。 他发现, 这光影所施展的八荒掌, 刚猛之中, 居然还透着丝丝的柔静, 刚柔并济之下, 虽说粗略看去看不出什么, 但若是与人交手, 这可会是让的人吃不小的亏。 仅仅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竟然能够将如此刚猛的掌法, 添上一丝柔静, 这实浮真是神奇。 灵动则则称奇, 虽说这些武学, 都仅仅只是算作下诚, 一些真正的高手, 若是有心要改动的话, 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毕竟, 这实浮还并不是人。 刚柔相继, 这八荒掌杀伤力, 倒是要变得更强一些, 若是习惠的话, 威力恐怕不会弱于通辈全地实想, 但要做到这一点, 可并不容易。 当然, 被此灵动也是, 早就有所心理准备, 所以也并不丧气, 反而是越发精神抖擞地盯着那道光影, 八荒掌的架势, 也是施展而开。 修炼之间, 时间仿若只肩沙斑, 悄然间, 又是半月时间过去。 近几个月中, 整个林家的修炼气氛, 都是相当的浓郁, 以往那些调皮捣蛋的家伙, 也是被各自父母强行拖回去, 再有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林家祖笔。 这对于林家所有人来说, 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场比试。 从这祖笔上脱颖而出, 不仅本身会受到着重培养, 而且连带着其父母, 在林家中的地位, 也是会水涨船高。 因此, 不少人都期盼着自己的子女, 能够在祖笔上有着不错的表现。 而在这半月中, 灵动骨骼深处, 那种燃烧的感觉, 也是越来越浓郁。 不过不知为何, 所谓的原力种子, 一直都是未曾诞生, 这倒是让得他有些无奈。 唯一让得他, 还有着一些安慰的, 应当便是八荒掌的修炼了。 在石浮光影的完美教导下, 八荒掌, 已是被他所掌握。 虽说还无法做到刚柔并进的地步, 但施展时, 也是破风阵阵, 威力不俗。 另外, 这半月内, 灵孝体内的伤势, 也是彻底地恢复。 在休养了数日后, 他将灵动所给予他的那枚阴珠, 也是吸收入体。 虽然灵动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但还是能够隐隐间感觉到, 灵孝的实力, 正在迅速地精进着。 看那种速度, 恢复到天元镜, 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茂密的森林之中, 灵动站在一棵大树之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片灵间, 在他的身体上, 隐隐有着一些血迹, 淡淡的血腥味道传出。 鲜血, 自然不是灵动的, 而是他所猎杀的一些野兽所有, 经过半月来的修炼, 灵动已是能够感觉到, 在骨髓之中, 有着什么东西, 将要诞生而出, 但那最后一步, 却是不论他如何修炼, 都是无法彻底地完成。 无奈之余, 灵动将目光投向了实战, 他想要在真正的实战中, 让得自己体内诞生原力种子, 而且, 实战方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实力的标准, 而这种实战, 没办法找人, 那就只能来找一些野兽的麻烦了。 这几日时间, 倒是有着不少野兽丧命在灵动手中, 而且在经历了初始的一些慌乱后, 现在的灵动, 也是能够平静地面对那种搏杀。 有动静, 灵动扫尸的目光突然一凝, 旋即便是自束杆上跳下, 如剑般标射而出, 然而, 就在他刚刚冲进不远处的丛林时, 身体便是突然停了下来, 面色有些变化地望着那灵间的一头猙獰的野兽。 蝎虎, 那是一头通体呈现灰褐色的野兽, 野兽体型似乎, 在尾巴却是如同蝎尾一般, 尾肩透着锋利的光泽。 蝎虎是一种颇为的凶残的野兽, 其毛发如铁, 极难对付。 因此, 在发现找到的竟然是这种棘手祸色时, 灵动也是不由地萌生了退意。 然而, 就在灵动看见蝎虎的同时, 后者也是将他所发现, 当下一对星红的眼睛便是投射了过来, 血盆大嘴中发出一道低沉的吼声, 然后爬起身来。 在他爬起身的时候, 灵动眼尖在其身后的一棵树状下, 瞧见了一棵晶莹剔透的暗红果实, 隐隐间有着淡淡的清香弥漫而开。 那是三品灵药, 水晶诸果。 当视线望着那枚果实时, 灵动当下便是清晰了一口冷气, 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够遇见三品灵药, 这运气也好得太过头了吧。 这水晶诸果, 灵动曾经在青阳镇看见过, 那价格可是昂贵得有点离谱。 既然有了这意外的发现, 灵动脚步反而是停了下来。 而见到他这般模样, 那歇狐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凶残, 一声嘀吼, 便是飞快地对着灵动飞扑而去。 见状, 灵动急忙后退, 面前的一颗手臂粗的树竿, 直接是被歇狐扑断而去。 碰! 灵动脚步一绕, 出现在歇狐身后, 连续几掌狠狠地拍在他的身体之上, 强猛的力道, 也是将歇狐打翻而去, 但看那模样, 显然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好硬的皮毛! 见到这一幕, 灵动头皮也是一麻, 知道自己是小去了这家伙。 好! 歇狐被打翻, 一跃就是飞扑而起, 厚实粗糙的虎蹄, 狠狠地对着灵动胸膛踏去。 啪啪啪! 感受着那迎面来的腥风, 灵动也不敢怠慢, 通被拳瞬间便是爆发出识响, 然后一拳轰在了那虎蹄之上。 碰! 拳蹄相碰,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都是倒飞而出, 灵动在撞断了一棵树后, 狼狈地落地, 一抹嘴角, 竟然是有着一些鲜血流出, 刚欲大怒, 身体之中, 却是突然传出一种剧烈的灼痛之感。 在那种灼痛之下, 灵动感觉到, 在他的骨髓之中, 有着一种奇异的能量, 诞生了出来。 猿蹄种子? 灵动的身体, 在此刻僵硬了下来, 他张大着嘴, 旋即身体, 激动得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那迟迟未曾出现的猿蹄种子, 居然是在与那歇虎的硬碰中, 被生生地逼了出来。 本章完, 第十八章, 猿蹄种子,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骨髓之中, 一种奇异的能量, 缓缓地流动着, 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之感, 从骨髓之中传出, 最后遍布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这就是猿蹄种子吗? 灵动眼中涌现狂喜之色, 在这一煞, 仿佛整个世界, 都是变得明亮了许多, 甚至, 他还能够感觉到, 在身体周围的空气中, 流动着一种奇异的东西, 那种东西, 与他骨髓之中所诞生的原力种子, 极其相像。 原力? 灵动站起身来, 却是忍不住地大笑了一声, 经过这么久的苦修, 再加上食服灵液的相助, 他终于是在今天, 在体内诞生了原力种子, 从此以后, 他也是, 能够算作正式地, 踏入了修炼的门槛。 好! 在灵动大笑时, 那不远处的歇虎, 欣红的眼睛, 也是将他死死盯住, 这一次, 他从前者身体上, 感觉到了一种, 有些熟悉的气息, 不过这显然并不可能让得他自动退去, 当下血盆大口张开, 发出一道低沉吼声, 双提一踏, 便是如同离弦剑之般, 对着灵动飞扑而去。 感受着那迎面来的腥风, 灵动抬起头, 却是发现, 先前在他眼中, 显得相当迅捷的歇虎, 此刻仿佛是被减慢了速度一般, 飞扑的轨迹, 都是在短短瞬间, 被其所掌握。 这便是脆体第六重吗? 灵动眼睛越发的明亮, 他脚步轻轻横移一步, 刚好是将蝎虎的扑式闪避而去, 旋即又涨微数, 但不可见光芒在掌心一闪而过, 随后, 他那一掌, 也是对着蝎虎脑袋重劈而下。 吃! 低沉的声音响起, 有着滚烫的鲜血飞洒, 灵动的手掌, 居然直接是穿透了蝎虎那坚硬的皮毛, 一掌插穿了他的喉脖。 蝎虎的身体在此刻僵硬下来, 然后轰然倒地, 鲜血飞速地溃散而开, 染红一大片地面。 原力, 好强! 灵动望着一招毙命的歇虎, 忍不住地吸了一口冷气, 这就是原力的威力吗? 难怪别人都说, 脆体第五重与第六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还好上次没跟灵红动手, 不然的话, 怕是少不了要吃亏。 灵动将手掌抽出, 捡起一些树叶, 将血迹插去, 略微地有些星际, 这还是他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原力的厉害。 一脚将歇虎踹到一旁, 灵动两个胯部便是出现在了那水晶诸果所在的地方, 望着后者那晶莹剔透的果实, 他着实有点眼热, 三品灵药, 价格可是相当的不菲, 一般说来, 只有在深山老林中才能遇见, 今日他能够在这里发现一树, 不得不说, 运气好到了极点。 灵动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枚水晶诸果, 然后也不多迟疑, 弯身便是一把, 对着诸果抓了过去。 不过, 就在其手掌刚刚抓到水晶诸果时, 他胸膛处所, 悬挂的神秘石符, 却是突然间发出了淡淡的温热。 对于神秘石符突然间的变化, 灵动也是愣了愣, 取出石符, 放于掌心上, 再进入脆体第六重后, 他的感知似乎也是敏锐了许多。 因此, 他竟然是能够隐隐间感觉到, 石符正在释放着一种细微的吸力。 而在这种吸力下, 周围天地间, 有着一种淡淡的能量, 灌注进入石符之内。 石符灵液, 或许便是石符从天地间吸收的能量所宁。 感觉到这一幕, 灵动若有所思, 然后目光看向另外一只手掌上的水晶诸果。 这石符的变故, 好像是因为这水晶诸果引起的。 握着水晶诸果, 灵动迟疑了一下, 然后试探性地将诸果对着石符靠了过去。 然而, 就在诸果靠近石符寸许距离时, 一股强猛的吸力, 骤然自石符之中抱涌而出。 随后那诸果, 便是在灵动错愕的目光中, 直接射向了石符, 在接触的刹那, 诡异地消失而去。 这般一幕, 让得灵动愣了好片刻。 石符, 将水晶诸果给吞了。 石符也会吃东西。 灵动一脸地茫然, 而就在其刚刚回过神来时, 却是突然见到, 在石符那凹槽位置, 突然有着珠红色的光芒闪烁。 随后, 光芒越来越浓郁, 到的最后, 居然是凝聚成了两枚豆子大小的珠红色丹丸, 然后滚落而下, 被灵动一把抓住。 丹丸入手, 一片温量, 隐隐间, 灵动能够察觉到, 这丹丸之中, 凝聚着一种相当浓郁与精纯的能量。 这种能量, 恐怕远非他从石符上搜集下来的石符灵液可比。 这丹丸, 应该是石符使用先前的水晶诸果所凝聚而成的。 从丹丸中, 灵动闻到了与先前那水晶诸果相同的味道, 再加上先前的一幕, 倒是不难猜到这丹丸是如何产生的。 看来这石符, 不仅能够吸收天地间的能量, 而且还能够将灵药吸收, 从而提炼成更为精纯的药液或者丹丸。 想到此处, 灵动眼中不由地涌上一抹兴奋之色, 一株水晶诸果, 提炼出了两枚丹丸, 而且随便一枚的药力, 比起单独的水晶诸果, 都是要强上许多, 这种奇特的功能, 简直就是将灵药的效果, 提升到了极致。 看来得多弄一些灵药啊, 这种丹丸的能量, 比起石符灵液都要强, 若是能够使用的话, 修炼速度, 必然能够再度加快。 一想到那种突飞猛进的速度, 灵动便是忍不住的一握拳, 将石符再度收好, 然后方才转身迅速离去。 发现了石符有着那种特殊奇效之后, 灵动着实兴奋了好几天, 不过当这种兴奋头逐渐地过去时, 他方才清醒过来, 原来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 首先, 他没有足够的灵药来供石符提炼, 虽说现在灵孝伤势痊愈, 但他却依然还不接受灵家的资源, 因此, 灵动只能自己动手, 前去找寻灵药。 而且, 在灵动试探着, 将两株一品灵药给石符吸收后, 却是傻眼地发现, 仅仅只有这两颗模样不规则的豆子, 被石符吐出, 在经过几次试验后, 他也是明白, 想要提炼出类似上次那种丹丸, 至少都是需要三品的灵药, 方才有可能办到, 可三品灵药又乃是如此容易寻到。 上一次是走狗使运, 可想再有第二次,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对于这重重阻拦, 灵动也是不得不暂时地放下心头的奢望, 只要等他在足笔上脱颖而出, 以后也是能够正大光明地享受着足中的资源, 到时候也不用再这么费心。 放下了心中的奢望, 灵动也是再度将心神投注到修炼之上, 虽说如今已是踏入了脆体第六重, 但直接吞浮食伏灵液对于灵动依然还是有着不小的效果。 因此,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动能够感觉到, 那在骨髓之中流淌的原力种子, 也是在逐渐地对着骨骼之外涌动。 而等到时候, 原力种子突破骨骼的束缚, 流入体内经脉时, 那便是达到了脆体第七重的炼源入脉。 当然, 那一步, 就算是灵动有着食伏灵液的相助, 也依然还是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 而在灵动实力突飞猛进时, 悄然间, 炎热的盛夏也是逐渐地落幕。 灵家之中, 最为重要的一场足笔, 也是即将来到。 本章完 第十九章 足笔前的突破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时间如水, 不知不觉间, 炎热的夏天已是消逝, 整片大地, 也是因此而, 多出了一丝凉爽的气息。 不过炎热虽然散去, 但灵家之中, 不少人的心, 却是越来越火热起来, 因为那场最为重要的足笔, 也是即将要开幕。 茂密的灵间, 身影闪动, 一套近乎炉火纯青般的拳法, 在其手中行云流水般的施斩而开, 清脆的啪啪之声, 在灵间响彻着。 而当那清脆之声, 响起第八响时, 人影全是一变, 化拳为掌, 顿时破风阵阵, 刚猛的掌风将地面上的枯叶, 都是吹拂而起。 两道截然不同的拳法与掌法, 在他的手中, 却是转变得异常灵活, 那种模样, 就仿佛锤炼了无数遍一般, 没有半点的声色之感。 掌法落臂, 那道身影也是收拳而立。 好。 在灵动刚刚收拳时, 一道满意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只见得灵孝一脸笑容的走近, 在他身旁, 轻弹也是跟着。 此刻, 他正对着灵动, 偷偷地眨着眼睛, 煞是可爱。 不错, 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仅将通背拳修炼到第八响, 甚至练八荒掌, 都是熟练到了这种地步。 这速度, 可是很不错了。 灵动烧了烧头, 心头却是黑黑一笑, 此次所施展, 他自然还是有所留守, 通背拳莫说第八响, 就是那第十响。 如今的他, 也是能够信守拈来, 至于八荒掌, 经过这两月的苦修, 也已经是, 被他练到了刚柔并激的地步, 那等杀伤力, 丝毫不比通背拳第十响弱。 有这两大杀招, 灵家, 这同级的小辈中, 恐怕无人能是他的对手。 明天就是足笔了, 以你现在脆体第五虫的实力, 再加上通背拳, 以及八荒掌, 要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应当不难。 灵孝面露笑容的道, 脆体九虫, 只有第四虫格外的明显, 其后的, 大多都是改变在身体内部, 因此, 若是不仔细探查的话, 还真是无法发现。 而虽说灵孟早在两月前, 便是进入了脆体第六虫, 但由于十伏的缘故, 所以他也并没有过于声张他这有点吓人的修炼速度。 故而, 就算是灵孝, 也只知道现在的灵孟, 还只是脆体第五虫。 而对于此, 他也没有半点的怀疑, 毕竟灵孟能够在半年中, 从脆体二虫跳到脆体第五虫, 这已经是一个极为不慢的速度了。 爹实力恢复了吗? 灵孟看着灵孝的脸色, 突然倒。 闻言, 灵孝却是一笑, 摸着灵孟的脑袋, 轻声道, 这些年因为我的事, 让得你母子三人受不少委屈, 不过放心, 以后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灵孟正正地望着灵孝, 此刻的后者, 竟然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那种颓废, 那种感觉, 很像当年, 只不过, 比起当年的那种锋芒凌厉, 现在的灵孝, 要显得更加的内敛与沉稳。 灵孟微微点了点头, 眼睛略微有点红, 这些年来, 他最想的事, 便是再度看见灵孝振作起来, 索性, 他成功了。 哼哼, 时候不早了, 今天就不用修炼了, 休息一夜, 准备明日的足笔吧。 灵孝拍了拍灵孟的肩膀, 然后便是转身离去。 望着灵孝的背影, 灵孟拳头握了握, 低声喃喃道, 爹, 放心吧, 明天, 我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您教导出来的儿子, 一定会是最优秀的。 灵孟哥, 你明天如果遇见灵孟的话, 可要小心一些啊, 我今天听灵长枪说, 那个家伙, 可能都是达到了脆体第七重了。 一旁的轻弹, 见到灵孝离开, 这才凑上前来, 小脸上布满着担忧之色。 脆体第七重, 灵孟一正, 旋即冷笑, 看来为了能够让灵孟在足笔上取得好成绩, 他那爹, 还真是费了不少心啊。 不过, 脆体第七重, 又能如何? 夜色笼罩着大地, 月光透过窗户, 倾洒进房间之中。 灵孟盘坐在床上,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子, 然后直接从其中滴出两滴石浮液体, 落进嘴中。 这几个月来, 灵孟的身体, 对于这石浮液体, 早已经彻底的适应, 现在即便是一次性的吞浮两滴, 灵孟也是能够完全将其承受下来。 两滴石浮液体入体, 灵孟的脸庞, 也是涌上一抹红润之色, 淡淡的白烟从头顶鸟鸟升起, 他的身体, 也是变得滚烫了不少。 因为适应的缘故, 现在的灵孟, 可没有再如同第一次一般满地打滚, 仅仅只是身体细微地颤抖了几下, 便是感觉到, 骨髓之内的所流动的那种暖洋洋的原力种子, 越来越浓郁。 经过这两月的修炼, 灵孟几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他骨骼之中的原力种子, 已是越来越壮大, 甚至有时候, 都是有种要破骨而出的迹象, 这种迹象, 灵孟明白, 这是突破的征兆。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灵孟却并没有主动的驱使, 虽说他明白, 若是主动驱使的话, 恐怕他早便是达到了脆体第七重, 然而, 不知为何, 冥冥中, 他却是觉得, 这一步, 还是等其自然水到渠成, 或许要更好一些。 而这一等, 便是等到现在。 伴随着这一次的两滴食服液体入体, 那骨骼深处所传出的震动之感, 也是越来越强烈, 到的后来, 竟然是连灵孟的身体, 都是出现了细微的震动。 终于是要破骨而出了吗? 察觉到这种情况, 灵孟也是, 忍不住地深吸了一口气, 只要原力种子, 突破骨骼的束缚, 那便是, 将会流入经脉, 到时候, 它便是能够从天地间吸取原力, 来淬炼身体, 那将会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呜呜! 身体的抖动, 越来越剧烈, 猛然间, 一道仿佛并不存在的低沉之声, 突然自灵动体内传出。 而就在这道低沉之声响起时, 灵动眼前一黑, 恍惚间, 它看见了, 在它身体之内, 有着一个约莫核桃大小的透明光团, 光团在它体内缓缓地流动着, 有着一种奇异的犀利涌出。 而在这种犀利下, 周围天地中, 居然也是有着一丝丝极淡的能量流液而出, 最后顺着灵动的呼吸, 钻进了它的身体。 这便是原力种子吗? 怎么会这么大? 灵动的视线迅速地回复正常, 但紧接着, 它脸庞上便是浮现了错愕之色, 按照常理, 一般破骨而出的原力种子, 顶多也就小拇指大小而已。 而它这个原力种子, 却是比正常的大上了十倍之多。 难道是因为石浮灵液的缘故? 灵动眼神有些古怪, 原力种子的大小, 取决于吸收原力的速度。 它这个原力种子, 在初始的时候, 似乎就已经领先别人一步了。 在沉淫了片刻后, 灵动也是无法想出个所以然来, 当下只能摇了摇头, 仰头倒下, 现在一切都是准备待续, 就等着明日那场足笔了。 灵红, 想要开口取清坛, 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本章完。 第二十章, 足笔开始。 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当沉溪突破云层的束缚, 投射到这片大地时, 灵家之中, 也是在刹那间喧哗了起来, 一股热闹的气氛将庄园笼罩着。 在灵孝带着灵动与清坛来到足笔试炼馆时, 这里早已是显得相当的沸腾, 一眼望去, 人头倒是不少。 灵家在青阳镇, 虽然算不得顶级的势力, 但也算是有着一些分量, 因此, 倒也是有着不少的贵客前来观摩这场足笔, 一来是交个关系, 二来也好趁机看看灵家小一辈的能力, 毕竟对于这种家族来说, 优秀的新鲜血液, 极为的重要。 若这些小一辈都是庸人, 那这家族, 败落也是迟早的是罢了。 虽说不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 但灵动心头, 依然还是紧张了一下, 毕竟这一次, 他也是要出手露面的。 灵孝拍了拍灵动的肩膀, 示意他不用紧张, 然后便是领着二人, 静止对着试炼馆的贵宾席位兴趣。 此刻, 在试炼馆的那贵宾席位上, 已是有着不少人坐立, 彼此间不断地笑谈着。 在那贵宾席靠中的位置, 一位略有些精瘦的中年男子, 正面带笑容地, 与周围几位看起来在青阳镇 有着一些地位的客人谈笑。 而在说笑间, 他的目光突然瞥见了灵孝几人, 当下一震, 旋即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 往年的足笔, 灵孝根本不会露面参加, 偶尔有时出席, 也是站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像这一次这样直奔贵宾席的举动, 可是这些年的第一次。 在那经兽中年的左边位置, 站着两名少年, 赫然便是与灵栋颇有间隙的灵红 与灵山两兄弟。 看着模样, 那前者应该便是两人的父亲, 那位与灵孝关系极差的家伙, 灵芒。 对于灵芒的注视, 灵孝倒是仿若未闻, 不乏不停。 然而就在他要从其身旁走过时, 前者却是突然一笑, 手握着茶杯, 似是随意地道, 三弟, 怎么这次舍得离开你那地方了? 灵孝脚步一顿, 瞥了一眼这位同父异母, 并且从小关系就极差的二哥, 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 道, 有问题吗? 见到灵孝脸庞上那种笑容, 灵芒一正, 这笑容中, 竟然已是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颓废, 这种发现, 让得他心中有点不舒服, 当下淡淡地道, 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今日是我灵家的大事, 你既然出来了, 希望别丢了灵家的人。 灵孝微微一笑, 道是并未理会灵芒话语中的些许嘲讽, 直接是与其查身而过, 然后在不远处的席位上坐下。 哼, 灵孝的举动, 让得灵芒面色略微的有点难看, 冷哼了一声。 哼, 灵芒兄, 这位就是当年灵家之中, 号称最有机会进入圆丹境的灵孝吗? 一旁的一位男子, 笑着问道, 谣言而已, 哪能当真? 灵芒淡笑道, 哼, 也是, 灵芒兄如今才是灵家之中, 最有机会进入圆丹境的人, 看来日后有机会, 得多加合作才是。 那人笑着道, 话语中倒是有着点凤银的味道, 灵芒两年前便是成功踏入天原境, 成为灵家之中第三位天原高手, 这两年更是受到重用, 掌管着灵家的财政大权, 与其相比, 颓废多年的灵孝, 倒是有些被人遗忘了。 虽然知道是凤银话语, 但听进耳中的灵芒, 嘴角依然是忍不住地浮现一抹笑容。 爹, 放心吧, 等到时候灵动惨败时, 他的脸色不会好看的。 在灵芒身后, 灵红四也是知道, 灵芒心头不爽, 当下开口轻笑道。 嗯。 闻言, 灵芒再度一笑, 缓缓点头。 那家伙好讨厌。 轻弹随着灵孝在一旁坐下, 不满地嘀咕道, 先前灵芒的刁难, 他也是看在眼里。 一时得势而已。 灵芒倒是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刚欲说话, 目光突然望向了大门的方向。 那里, 有着大群人涌静, 在人群守卫, 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老人身着锦衫, 给人一种相当硬朗的感觉, 双目扫动间, 倒是有些威严。 而此人, 正是如今灵家的家主, 也是灵芒的父亲, 灵栋的爷爷, 灵震天。 在灵震天身后, 还有着一位中年男子紧紧跟随, 其身旁, 身着静装的灵霞, 也是翘然而立, 窈窕的身材, 吸引过去不少年轻的目光。 灵震天一出现, 试炼馆中便是沸腾起来, 所有人都是连忙起身, 前者在这青阳镇, 也算是一号人物。 当年一人来到此处, 打拼出现在的灵家, 说起其手段与能力, 倒是不少人有些佩服。 灵震天笑眯眯地与那些贵宾打着招呼, 然后便是在席位中央的位置停下, 而在其脚步停下时, 目光却是刚好见到不远处站起身来的灵震, 当下便是一正, 然后快步走了过去。 父亲, 望着灵震天走来, 灵震天秀中的拳头, 忍不住地紧握了起来, 站起身来, 恭声道, 终于是舍得来见我了吗? 望着面前的灵震天的眼神也是有些复杂, 最后淡淡地道。 当年, 灵震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儿子, 虽说后来的惨败让得他失望, 但最让得他失望的却是灵震的颓废。 老人同样顽固, 在灵震颓废后, 心灰意冷的他, 也是不管心中如何的思念, 他都不曾主动相见。 父亲, 对不起。 灵笑低声道, 他知道这些年的颓废, 让得灵震天有多么的失望。 爷爷。 一旁, 灵动与清坛也是开口交道。 哼, 是动儿跟清坛啊, 又长高了不少啊。 听得两人叫声, 灵震天脸庞上方才有着笑容浮现, 摸了摸两人的脑袋, 颇为的磁盒。 出来就好, 总算没等到我进棺材的时候的你才来。 灵震天目光又是转向灵笑, 开口道, 在他说话时, 灵动感觉到老人的手掌有些颤抖, 看来他心中, 也并不如表面上这么平静。 哼哼, 父亲, 三弟能出来就好, 也不用念叨了, 今天可还有不少客人呢。 那位一直跟在灵震天身后的中年男子, 也是开口笑道。 灵震天叹了一口气, 再度看了灵笑一眼, 这才转身回座。 大哥, 灵笑感激地看向那中年男子, 道。 中年男子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拍了拍灵动的肩膀, 笑道。 洞, 这次足笔, 可不要丢了你爹的脸啊。 嗯, 大伯。 灵动点点头, 此人正是他的大伯, 名为林肯。 另外, 他也是灵霞的父亲。 想起灵霞, 灵动目光一转, 然后便是看见中年男子身后的少女, 正冲着他挥着小拳头, 示意他加油。 林肯在与灵霞略作闲聊后, 便是带着灵霞回到座位。 而伴随着众人的入座, 试炼馆中, 也是逐渐地安静下来。 一道道目光, 锁定向守卫上的灵震天。 灵家足笔, 正式开始。 本章完。 文字幕志愿者 刘成 그래。 登参跟传灵霞, 李宗尔寝山咤ko海公圆, 现在已有避免关于他夜 새로, 逐渐地的人电 Bosch社群大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